哈嘍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今天繼續逆轉裁判 一二三成本行精選集 第四張逆轉 然後再見 復蘇的逆轉 第四張逆轉 第四張逆轉 作為一追蹤 終於要集中 再翻轉轉 第四張逆轉 垂直轉 呃 嘿 橙波堂哥 你在附近有什麼瀑布啊 瀑布 你要找瀑布幹嘛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橙波堂哥 收到瀑布啊 當然是要去下面打坐啊 對了 真笑 你現在還在修行中 對啊 最近沒有 比較沒有時間好好修行 所以 我想說去瀑布下面打坐一下也好 嗯 附近是我個叫葫蘆斧 葫蘆斧的地方 但我想那邊應該沒有瀑布吧 嗯 沒有 就是沒有啊 不然你就先 蓮蓬頭出口找吧 嗯 這怎麼辦 唉 那麼 播報下一則新聞 日前有人在葫蘆湖 目擊到巨大的神秘生物 因為和尼斯湖的水怪 非常相像 所以被稱為水怪狐溪 引起了很大的話題 由於正宗的尼斯湖水怪 後來被證明是虛構存在 狐溪究竟是否真的存在 全日本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唉 好閒啊 新聞都報一些沒營養的事情 陳母堂哥 檸檬桶的水壓好弱喔 不然這樣好了 你去強防局 將我們用強烈水做幫個忙 嗯 好 我會這麼做的 唉 現在 播報一則臨時新聞 在葫蘆湖水盤 發生一起凶殺案 又是葫蘆湖啊 今天早在葫蘆湖 發現一具男性的死體 警方公佈了目前 逮捕到的刑犯名字 刑犯的名字叫做 郁劍林氏 24歲 郁劍先生是一位檢察官 年輕輕輕 就被周遭寄予厚望 這樣的他為何會放下凶殺案呢 全日本都在關注這件事情 郁劍 什麼 怎麼可能這種事 遇見他 怎麼可能 怎麼那個 呃 真消 我打電話到消防局 就被罵了 想沒時間都被胡鬧了 遇見 被逮捕了 什麼 那個檢察官先生 我想是凶殺案的嫌犯 咦 什麼時候 在哪裡 殺了誰 為什麼 怎麼殺了 我 我也不知道 我 我也不知道 怎麼擋哥 我們擋過去吧 將軍從了海報拿來失誤說 我們還為了要把它貼出來大找了一下 他失誤還沒有放棄 一直要找機會把海報貼上去 對面的旅館紀念 也是 門庭諾氏 千辛雪很疼愛的植物 名字叫查理 最近真消失我也知道要怎麼照顧他了 所以查理已經恢復精神了 不過我最近比較常在沙發上看電視 可憐啊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什麼怎麼辦啊 總之我們應該趕快進行調查啊 注意聽預見檢察官的意見 還有 到現場去看看啊 說得也是 一開始亂正腳也不是辦法 如何 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嗯 可能要去撥撥箱打住 我的腦袋才比較靈觀吧 OK 你看 不覺得最近好像比較油亮一點嗎 等一下慢慢看啦 我們趕快走啦 真消好可愛喔 哈哈 要進去哪裡啊 先去拘留所 仔細想想 我們所有人都曾經經過那個地方了 嗯 不過我們做這一行的 難免會有這樣的機會吧 給人聽但會被誤會的 喂 你不要找到預見 你來做什麼 怎麼難哥 預見檢察官他 好像不開心耶 當然啊 人被關在這裡 我想他開心也很難吧 你是來學校的嗎 想笑你就笑吧 怎樣 來啊 笑啊 怎麼難哥 我們這時候應該笑嗎 這傢伙個性變扭 如果真的笑他 他可能會氣炸或哭出來 遇見 我可沒嫌到來這裡嘲笑你 你明明就很閒 我是很閒沒錯啦 這種時候還能開玩笑 我實在不想被你看到 我這副模樣 我也 不想看到你這副模樣啊 遇見 讓我聽見事情的經過 你問這個要幹嘛 那還用說嗎 當然是辦遇見檢察官啊 幫我 幫我 你貓 別不自不量力了 什麼意思 你只不過是 出庭上次的新手律師 什麼 你一群運氣還不錯 最近還沒有輸過 但 不會每次都這麼幸運的 你必須讓自己更有實力 怎麼兩個 為什麼我們來這裡 讓他罵成這樣啊 事情是要葫蘆湖 葫蘆湖 發生了對不對 就在昨天深夜 葫蘆湖距離法院的和檢察局 應該有段距離吧 你跑去那種地方 是想幹什麼 我沒有必要跟你解釋吧 遇見檢察官 難道你 真的把人 呼吸 呼吸 咦 我去看呼吸 呼吸 那是什麼東西 我等一下再告訴你 遇見這傢伙 他說他有不能告訴我們秘密嗎 可以讓我聽你們有辯護嗎 別開玩笑啊 我可沒有落魄到這種地步 這什麼意思 我才不要讓一個靠運氣 拿下三次勝訴的新手律師來幫我併護 什麼 的確 我現在的立場非常不利 我委託的所有律師 都拒絕了我的委託 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都說我沒有自信 也許是因為 我一直也來讓他們的委託人 獲得有罪的判決的關係吧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總之 我希望你們不要管我 不管怎麼樣 我都不會委託你了 遇見 我實在不想問你這個問題 不過 該不會真的是你殺的吧 要怎麼想 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也有一件事情 我想拜託你 什麼事 我希望你不要插手這次的案件 為什麼呢 這麼難看他真心想要幫你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但是對這件事情 我不希望你們協助我 為什麼 為什麼 總之 我的事情你們不要管 聖母擋歌 有點羨慎 真笑 我們去調查其他地方吧 聖母擋歌 好 這裡就是案發地點的嗎 是啊 就是公園裡的湖 附近好多警察喔 他們 他們可能要進行調查吧 咦 在那邊的不就是戲劇刑警嗎 你們找到人嗎 你們這麼多人 難道沒有找到有利的線索嗎 對不起 還沒找到 胡文藏 明天又要開庭了 不能如何 都要找出有利的線索 可 可是 這是因為沒有車內的線索 所以一群檢查官才會被打捕的 對啊 不許 不許我亂說 你們就敢說一次試試看 那個 我 我不會原諒你們的 趕快去 是 其實行情好可怕喔 正是 蛤 你是始終先生對不對 我叫陳布棠 你什麼時候才會記住我的名字 你們來做什麼 是要吊塗的嗎 咦 嗯 是要吊塗的沒錯 我會全面協助你們的 你們想問什麼就說吧 來 趕快 趕快問 怎麼跟平常完全不一樣啊 那怎麼了 其實 我們還沒有正式受到 警察官的辯護委託 咦 什 什麼啊 原來是這樣喔 吸氣刑警 今天發生什麼事 欸 你們不知道詳情嗎 是的 唉 真是個阿大律師 阿呆 好吧 今天我來告訴你們 事情發生在昨天晚上的凌晨0點15分 湖入湖上有一個小船 而床上有兩個男人 其中一個男人開著槍 殺了另一個男人 看見的人 就是遇見檢察官嗎 唉 我配錯了 看見的人 就是遇見檢察官嗎 是趕到現場的警官逮捕他的 那個警察動作還真快呢 關於這點 當時還有目擊者 因為目擊者報警 所以我們才馬上趕到 目擊者 遇見檢察官 他怎麼可能殺人 我也認為不可能 我絕對相信他 就像目擊者我也一點都不在意 對啊 一點都不用在意 怎麼可以不用在意啊 不過 戲劇情景也真是打從心裡 相信遇見檢察官呢 那當然啦 不過 說實在的 現在幾方幾乎已知認定 遇見檢察官就是個半人 所以大家 其實都沒有很認真在查 怎麼會這樣 大家平常受到遇見檢察官 那麼多的照顧 但是現在卻沒有人想要相信他 戲劇先生 那個 請問你說都是真的嗎 沒有人願意接受 預警檢察官的委託 沒錯 預警檢察官 他算是個有名人士 如果聽他辯護 最後又輸掉 是會影響自己的名聲的 而且 預警檢察官現在的立場 非常不利 畢竟有目擊者在啊 我說你 難道連你都拋棄他嗎 請你回想一下將軍超人的案件 那時候因為有 預警檢察官的協助 你的委託人才能破判無罪 我當然知道啊 可是 預警他說 他絕對不想委託我 那你願意委託別人 是不願意委託我啊 什麼 這 這怎麼可能 將預警檢察官 曾經怎麼這麼說 不過 不愧是陳布塔 他對我說過很多次呢 陳布塔哥 為什麼他說不愧是你呢 我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預警檢察官 我搞不懂你啊 你說的目擊者是 很抱歉 偵查不能公開 總之證明證人身處看到了一切 我想那個人應該明天會上法庭當證人吧 目擊者是這麼一位嗎 沒有其他人了嗎 目前好像是這樣 畢竟昨天晚上特別冷 而且還是聖誕夜 不過 我們也在調查有沒有其他目擊者 所以現在才在這裡到處打聽 不過目前沒有整個的事了 啊 對 今天是聖誕節 陳布塔哥 送我聖誕禮物吧 你去拜託聖誕老公公吧 嗯 嘻嘻先生 怎麼了 你不找到什麼東西了嗎 呃其實還沒 但是本物傳來言諾 說要召開搜查會議 搜查會議 我知道了 馬上回去 好了 很抱歉 有你們所聽到的 我給你離開了 你們有什麼想問的 趁現在問一問吧 那 是否可以提供被害人的資料呢 呃很抱歉 屍體的解剖紀錄還沒有完成 我自己還在等報告 這個嘛 不然等一下有事情的話 請我們來舉例一趟 跟你們來了 我們繼續說吧 啊等等 謝謝星姐 又怎麼了 那個 我們想調查公園裡面 我們可以進去嗎 可以 我允許 怎麼男哥 趁人家到門的時候 問這種問題很有效呢 算是一點生活小智慧吧 好了 我們趕快調查看看吧 好 調查這個 垃圾桶 他就說天氣好冷還是我的四好冷 哈哈 先進去吧 哇 這就是葫蘆湖啊 對 對啊 也不是很大的湖就是了 的確如此 你看那個攤位 上面寫 將軍超人饅頭耶 哇 我也想吃將軍超人饅頭 一定超好吃的 饅頭本來就很好吃了吧 不過 為什麼現在要推將軍超人呢 下一年期很熱衷的 應該是公主超人才對啊 你說是不是 我怎麼會知道 調查調查 小船出租 幼兒公園入口 啊 這有拉炮耶 可能是因為聖誕節吧 搞不好是什麼線索喔 我們把它鎖起來吧 你只是想玩吧 蛤 被你發現了 拉炮喔 該怎麼辦 鎖起來 好吧那就 咦 拉炮桶不見了 我已經收到口袋裡了 這個拉炮以前好像沒有喔 這個拉炮以前好像沒有喔 哇 葫蘆湖蠻大的耶 是啊 請問大哥 為什麼他叫葫蘆湖呢 這個嘛 因為這個湖以前生長葫蘆啊 咦 原來是這樣子喔 我以為他從上面看起來形作很像葫蘆 原來是這樣的理由啊 嗯 確實又如此一說啦 喔是喔 哇他們的對話 真的好一般生活 好生活的對話 好 這地方真不錯呢 你看 有人在那邊錄影耶 原本才剛才發生修傷案的 誰還有心情異致啊 那個 既然有人在那邊錄影 會不會看到案發現場呢 的確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好吧 就來問問看吧 先調查一下 不可錄影 這個人竟然在看板在前面 扎了起來 那 如果在看板寫不可放火 不就 哈哈哈哈 怎麼可能啊 真的嗎 欸欸 怎麼啦 怎麼了 你該我也想吃東西了吧 不是啦 我想問的是便當盒這種東西 為什麼都是凹下去的形狀呢 我不知道 六法全書上面沒有寫 是喔 原來不是法律規定的喔 看來看接受了答案 塑膠布上面放了食物還有八卦雜誌 竟然在如此航空下錄影 看來不是簡單的人物 OK OK 這台相機上面裝的麥克風和其他的機器 應該是感應到某種聲音之後 就會自動按下骨門吧 好厲害喔 那來試試看吧 咳咳 咳咳 我是陳布糖 是我聲音太小了嗎 我是陳布糖 奇幻 不要這樣打下我的名字啦 真丟人 這台機器根本就壞了嘛 不用亂踢 可能不會乾淨人的聲音吧 不然他都有什麼反應 拉炮之類的 有 有反應了耶 蛤蛤 蛤 喂 你們不要亂碰啦 啊 唉 你們島上怎麼陪我 怕我浪費一捲底片 咦咦 那個 你們都這底片超貴的嗎 道歉就好的話 那還要講他幹嘛 那個 我會賠償你的 怎麼會有人跑到這個地方往拉胖呢 怎樣 看怎麼看 你是覺得關西蘭真小氣 瞧我一些關西蘭是不是 不是關西蘭的小氣 是我個人的小氣而已 怎麼這樣可以快救我 你又是誰 是這個女孩的監護人嗎 呃 不是 該怎麼說呢 我說是朋友 來來來 講話快速快點好嗎 正式 跟觀眾的人講話真是累到不行 唉 總之便宜要底片的錢吧 下次小心一點啊 不是 等一下要給我錢 對不起 那個 做什麼 我現在在交換相機的底片 就是因為某個存檔 害我那樣被一整卷底片 對不起 去 那個 做什麼 我現在在交換相機的底片 OK好 雖然相不理我 呃 我是做這種工作的 這什麼東西 這破破爛爛的徽章是不好看的 我是個律師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那是因為剛才的底片 你就要跟我打萬師 好啊 就來打 呃不不不不 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正在調查這個湖上面發生的凶殺案 凶殺案啊 這牆好像很有趣 好吧 你們想問什麼就問我們吧 你也比都要躲在那裡 出來吧 唉 這要躲在哪裡去了 對不起 因為我說話慢吞吞的 沒關係沒關係我配合你 真的嗎 謝謝你 我叫大哲木夏美 大學的研究生 男生也是要排流行的喔 請多指教啊 不要理我了 我說啊 那個休山案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最近這幾天根本沒看電視 是要聖誕夜的生夜發生的 聖誕夜喔 欸他那個名字是不是打錯了 嗯 小船喔 覺得好像有看到 不過我也不是很確定 畢竟我最近這三天 一直要盯著這個湖 也看了一大堆湖上的小船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艘小船 下面小姐是做什麼的呢 咦 你說我啊 哈 沒什麼好說的啦 我是大門的大學生 是一名研究員喔 哇 好厲害喔 成本大哥 他在大門讀大學 為了解是研究員喔 你幹嘛復充一遍啊 那你是從什麼時候 開始待在這裡的呢 這個嘛 哇 大概有三天的時間了 那你在拍什麼呢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我在拍流星 對 我就是想拍流星雨 流星雨 流星雨 我讓他拉炮後 他就按下快門了耶 然後出現很大的聲音 他就自動按下快門喔 裡面的城市真是到 爆 之類的爆炸 暴力的聲 就會自動按下快門了 哦 原來是城市在控制的呀 好 小船喔 我差點沒搭過呢 等事情解決了 我就帶你來做吧 哦 聽起來真不錯 哈哈還是不要來大船好了 欸不能進去 小妹妹 怎麼啦 嗯 是來自走的嗎 你做做什麼呢 偷東西嗎 不 不是啊 我在找戲劇星際 戲劇 哦 他正要是開搜查會議 可能他花一點時間吧 那麼晚一點再來 好 就乖乖回家喔 不可以在路上偷東西喔 我看起來那麼壞嗎 我看起來那麼壞嗎 練習逼供 來補軍 一位女警精神抖擦的也在近裏 不過仔細看原來是一位穿著警察自補的血真女精 好 所以他現在不在 那麼巧 他就不在這裡 是 好 好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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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喔!你真聰明啊小哥 嗯原來如此啊 我來確認看看好了 事情發生在昨天晚上 所以昨晚的照片有可能會拍到東西 但是我已經確認過了 但或許我拍到什麼東西也說不定 真是緊張吃驚啊 我們等會再來吧 他跑到車裡去了 沒辦法 等一下他來找他吧 CG先生他也在開會嗎 喔 你們回來了 啊CG先生 收打獲益終於結束 真是累死我了 看他的表情應該是沒什麼好消息 有被害人消息了嗎 其實我們還沒有查出他的身份 預先檢查官怎麼說的 他根本必哭不敢任何事情 收打獲益的結果怎麼樣呢 這種事情怎麼可以跟律師分享 說的也是 我 我已經不知道該相信什麼了 當然預先檢查官也不是正的 他還只是個人而已 但是 我覺得他如果犯下的罪 他一定不會隱瞞的 我知道的預先檢查官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為什麼大家都不懂呢 所有的警察 還是認為預先檢查官就是犯人囉 明天的審判 將會依照律地 進行 是喔 結果你還是把收打壞的內容 全部都講出來了 不可以告訴別人喔 呃好 總之拜託你們喔 新門 一定不要拋棄 遇見檢查官 他現在最需要的 就是願意支持他的人 他一定有什麼理由 才不願多說的 CG先生 為什麼 你這麼相信預先檢查官呢 那海鎔說嗎 我們之前可是有非常深厚的信賴關係 我們互相相信了對方 所以現在才能明明到現在 信賴關係 面對被起訴的被告 預先檢查官絕對會讓對方被判有罪 的確有時候他的做法是有些過分 但是那是因為 他打成心裡相信我們 都搜查工作 我們底下的人也是為了回他的期待 所以才能拼死冰火地進行搜查 原來是這樣 預先檢查官是個可信賴的人物 本人細劇歸見 向你保證這一點 對了 切剖幾乎怎麼樣了呢 好 我幫你拷貝了一份 整個解剖記錄檔案放進法庭記錄中 謝謝你 成功堂哥 可以給我看一下那個被害人的照片嗎 我好像在那裡看過 你知道這個人 不是很確定 可是總覺得以前好像有看過 好 啊你們 小美小姐 我真的等你們了 我中獎啦 中獎 昨天晚上自動開門一定能啟動兩次 嗯 第二次拍到照片就是這張 我們看看 這是 你看 照片上拍到有人在開槍對吧 是 是的 不過 看不清楚究竟是誰開槍 是啊 畢竟當時霧太濃了 不過 看不到這張照片我想寫一件事 我啊 目擊到這這個凶殺案 什麼 真的嗎 成功堂小姐 啊對不起講錯 夏美小姐 又突然冒出一件大事 我是不是該跟警察講這件事呢 啊 你應該要強吧 我說你 別有關係就這麼沒有矜持的 不過算了 那我就去警察局一趟了喔 這張照片送給你們 掰囉 等一下 等一下 夏美小姐 幹什麼 我還滿的耶 親眼把手看到的錢包都告訴我們啊 笨蛋 我是目擊者耶 我是正義的死者 就站在警方那一邊的 怎麼可能告訴你們呢 夏美小姐好過分喔 得這麼說嘛 左衛的敵人就是驚人的朋友嘛 啊 我 我收反了 反正就是這樣子啦 掰囉 我是不是要上台證書啊 這令人興奮 他跑掉了 怎麼辦 怎麼辦 多了一個目擊者 不過既然被他看到了 那也是沒辦法 重點是夏美小姐究竟看到了什麼 看來可能要上法庭 才會知道他看到的東西的 好 走吧 竟然他們好像放棄掉塔的工作 喂 哇 哇 陳葡坦哥 有聖誕老公公在找我的麻煩 好久不見了 陳葡坦 陳葡坦哥 你那是聖誕老公公喔 我不認識啦 是我啦 死 死張 你在這種地方幹什麼 這還用說嗎 當然在搞洞囉 我在這邊賣饅頭啦 因為和和美約會啊 要花很多錢啊 這 這傢伙 怎麼還沒得到教訓啊 和美是個好女人喔 他跟我說穿這樣 會不會下路比較好 就把這件衣服送給我 唉 哇 和美現在是好人呢 哦 好可愛 陳葡坦 這女孩 確定是你的誰 你在說什麼啊 那個 我家靈也真銷 嗯 是妹妹 妹 妹妹 唉 陳葡坦 蓋 你也挺辛苦的 為了養育這麼年輕的妹妹 常當律師辛苦賺錢 啊不是 我是姐姐的妹妹 嗯 陳葡坦真是偉大 他完全沒在聽你的講話 我說死張 昨天晚上聽說這邊發生凶殺案 如果你在這個打工的話 你是否知道一些事情 不可能的啦 怎麼兩個 昨天晚上是聖誕夜 始終先是贏天跟他女朋友和美小姐在一起啦 怎麼可能一個人待在那麼冷的地方呢 哼 你跟他說的這段話好像傷到他了 不是 和美那傢伙 因為要拍寫真集 所以跑去關島 最近都沒見到他 嗯 又是個模特兒女友啊 昨天在活著發生的凶殺案 明天就要進行審判 是哦 被告是遇見女士 怎麼兩個 什麼 始終先成 他又不但是遇見檢察官 怎麼打 你說的遇見 那那就是 對啊 就是他 他是這次凶殺案的嫌犯 這怎麼會這樣 欸 始終先他認識 遇見檢察官 我當然認識啊 因為他是 是我們的小學同學 嘿 那 那個關聯饅頭的是 嗯 哦 你說將軍操了饅頭啊 為什麼那個東西在將軍操了饅頭 我總覺得他的外型看得像個葫蘆 哦 那個哦 那個原本是叫葫蘆虎的饅頭啦 咦 就何本他說的哦 呃 他是我的朋友啦 他說如果改了名字應該賣更好吧 他還做了這茄子給我 圖奈爾福現在很受小朋友歡迎哦 哼 怎麼辦 我覺得我有點生氣 而且啊 最近在湖邊還蠻多人來的哦 因為有那個新聞的報導啊 新聞報導 這是水怪湖西啊 水怪湖西 那個 你說的湖西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啊 你不知道嗎 就是在湖裡面啊 有個巨大的怪物在 怪怪物 是啊 這是昨天爆的張雜誌呢 還有照片 哇 這真的耶 怎麼操克 你看 是怪獸耶 呃 嗯 原來真的存在啊 上面還有訪問 當時拍攝這張照片的A先生呢 我來看看 在我們身體好自動快門 兩人排在一起啊 合照的時候 突然 蹦 的一聲傳來很大的暴力聲 接著在我們身後 傳來水聲 我也好想看怪獸哦 為什麼會有暴力聲呢 死張 這個暴走是否可以給我 好啊 一百萬賣給你 要一百萬哦 你長這麼幼稚啊 原來遇見檢察官 是死忠先生的同學哦 是啊 我成不長還有他啊 我們長長三年玩在一起啊 是這樣哦 常常那時候是個小少爺 他很用用鼓鼠 常常跟我們說 長大後要像爸爸一樣 像爸爸一樣 是啊 那個爸爸是有名的律師哦 是啊 有名的律師 對啊 等等 律政先生他是檢察官耶 檢察官是怎麼東西啊 你不知道嗎 這是跟律師立場相反的人啊 是哦 我倒是第一次聽說耶 他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那時候常常跟我們說 想要協助孤獨無助的人 那種崇高的理想 我們天天都感到害羞呢 你說是吧 成不堂 成不堂哥 你怎麼了 OK那不是重點 這是什麼東西啊 我可能眼睛不太好 看不太清楚 這張照片本來就有點模糊 這是昨天晚上拍下來的照片 昨天晚上啊 10張照片本來就有機會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這是誰啊 就是不知道才問你啊 曾銷 這是誰啊 嗯 對了 曾銷說他有看過這個人 這是什麼東西啊 OK好 沒了 這我現在去哪裡 沒有 波羅森也去過了 OK好 現在先生又不在了 因為出現一個重要的症了 我想應該花蠻久的時間 應該就是下面小姐吧 這令人頭痛 OK走吧 怎麼啦 咦 有個地方那我有點在意 剛剛的解剖記 我可以讓我再看一次嗎 啊 我 我想起來了 這個人 是姐姐之前帶過事務所裡的律師先生 我去事務所玩的時候 有一個過他 千尋姐之前帶過的事務所 那不就是 吸引大律師的事務所嗎 對 這是那個人 沒想到好會在聽到 那位大律師的名字 也好久沒見到他了 就找看看吧 啊 是你啊 你不是千尋的 哦是 不是他的土地成不堂 哦還有你 千尋的 是 我是你千尋的妹妹 真香 你長這麼大了 怎麼長大後 感覺有點像姐姐呢 讓人相信他日子啊 堅穩的日子 就像青色聯盟的味道 哦 那個 心理律師 嗯 不好意思 我想一定是有事情才會來找我 發生什麼事了嗎 昨天晚上發生了凶殺案 哦 看來也並不知道 因為我剛剛才醒來 遇見您是拿槍殺了人 什麼 遇見 殺了什麼人啊 目前被害人的身份還不明確 怎麼會這樣 嗯 心理律師 那幅畫呢 哦 我想應該不會回來了吧 畢竟我也沒辦法報警 這一切是報應 衰老悔恨 報應啊 給他看照片 這位男人 怎麼好像有看過 又好像沒看過 啊 想起來了嗎 他這曾經帶過這間事務所律師 深昌雪夫啊 深昌先生 你說遇見您是開槍射殺這個男人 請問 深昌先生究竟什麼樣的人呢 這個男人 為了那個案件進行了辯護 那其案件 就是地樓六號事件 地樓六號事件 你記得嗎 在那案件中 警方不惜請出林梅師 也試圖我找出兇手 有兇手 難道說 這是我媽媽 沒錯 林梅是林梅的屋子 用林梅的方式 召喚了被害人的靈魂 然後最後失敗了 我媽媽 因此被警察說是詐欺 我媽媽 我媽媽 最後是心理律師 寫著我媽媽 對吧 呃 算是吧 很謝謝你 不 不要對我道謝 地樓六號事件 不過 這件事件跟 預見檢查關 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有關係囉 被害人了 地樓六號事件的被害人 就是 遇見林寺的父親 什麼 父 父親 想請 有沒有可以直接去問他 讓他看這張照片吧 我想他的態度 一定會有所轉變的 這是 媽媽的照片 好 幹什麼 我想 想盡辦法損你 你還來 遇見 你找到律師的嗎 跟你無關 可能他還沒找到 你知道嗎 西西星姐很擔心你耶 遇見 自從人家看我之後 才經過幾個小時的時間 沒想到你找到這個情報了 算你厲害 成不上奴役 你從以前就是這樣 只要下一件決心要做的事情 你就一定會做到 第二樓六號事件 沒錯 就是第二樓六號事件 我就是 不想讓你知道這起事件 所以才拒絕你幫我辯護 之所以 一直說他攻擊你 也是因為不想讓你深入這起事件 你是不是嫌我碍事 我不知道 但是 事到如今 對你有所隱瞞 應該也沒意義了 好吧 看你想問什麼 我都可以回答你 第二樓六號事件 也是導致我父親去世的事件 他在我的眼前上命 我的父親 在我眼前被人槍殺 其實當時的記憶 我記得不是很清楚 他被封鎖在我內心深處 總之 當時有一名男性 被當成嫌疑逮捕 從當時的狀況來看 只有他可能槍殺我的父親 把我父親召喚出來的臉媒師 也說那個男人就是犯人 當時 就是身上律師幫男人辯護 讓他夥判無罪的 身上律師 就是這些事件的被害人對吧 沒錯 那個 當成那位臨媒師 就是我的母親 什麼 原來你就是 真是不可思議 現在案件都快失效了 才發生這種事情 案件即將失效 第二樓六號事件 是在15年前發生的 15年前的12月28日 12月28日 再過三天 追溯時效就過了 什麼 怎麼兩個 追溯時效是什麼啊 每個案件都有追溯的期限 只要時效一過 就無法再起訴犯了 只剩下三天的時間 他要再遇見 那個 遇見檢查官的爸爸 是一個律師對吧 是 我父親 叫遇見信 當時算蠻有名的 聽說遇見 小 檢查官小時候 喜歡跟 爸爸一樣 當爸爸一樣的律師呢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原來被拍在這張照片 遇見 是你開了槍嗎 你認為呢 成不堂 我不認為你是個 會拿槍制人的傢伙 應該不是你開了槍吧 是啊 不是我 成不堂 我知道司機 事到如今拜託你這種事 非常厚臉皮 但是 我知道了 要我們幫你辯護對吧 終於得到你這句話了 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來歷 這麼一來 終於可以還你一個人情了 還他人情 你在說什麼 我不記得你有簽過我什麼 你不記得也無所謂 我已經寫了委託書 先交給刑警吧 那麼我要去準備了 怎麼回事 這 是地質 什麼兩個 還蠻大的 嚇我一跳 咦 玉劍呢 找到他了 他蹲到地上去 真的沒倡導 他是不是不太喜歡地震啊 我怎麼不知道 他有這麼害怕地震 先別管這些的 玉劍檢察官 他好像站不起來了 我們就先別等他 我們先走吧 成不堂哥 好 繼續把玉劍給我的文物書 交給虛心警才行 好 這就是怎麼回事 誒 怎麼啦 剛剛有個奇怪女孩找我 說是成不堂先生介紹 所以來到這裡了 所以是你介紹他的嗎 原來是夏美小姐 你怎麼可以這樣 胡亂增加木體診呢 你是想遇見潛大公判死期嗎 不 不是 可是 既然他看到了就是看到了 做他也沒有用啊 怎麼會叫他把事實 事實隱瞞起來不說吧 你根本就是在狡辯 不不不不 那夏美小姐是怎麼說的 他說看到玉劍檢察官 招人開槍 咦 而且還有證據照片 喔 那照片我也有看過 不過這張照片不清楚 究竟是誰開了槍的 他說等一下要去把這張照片放大 畫質可能稍微變低 這樣應該可以看清楚開槍的人了 放 放大 一定會出現這張放大後的照片吧 總之掏出了明天的證人 咦 那另外一位證人呢 這個 好像已經是被取消了 取消 明天對玉劍檢察官來說 一開始就沒有推入了 目擊者表示他很清楚看到犯案的瞬間 而且手上還有開槍死的照片 玉劍檢察官他似乎想拜託 公社為 維護 而辯護人 剛才已經做了申請程序 但是現在還來得及 我也希望你可以到去見 玉劍檢察官裡面 然後由你 來到他的律師 求求你 現在 就要你才能夠救他 他給我這份委託書 我現在就等這份委託書 還好等他 等到最後一刻 那麼 馬上就去辦手續 拜託你了 那我明天的法庭見 拜託你了 對了 剛剛發生了地震 沒事吧 你太要操心了吧 那一點地震根本沒什麼 我不是要關心你嘛 我一想問的是 玉劍檢察官沒事吧 對了 我看他好像很害怕的樣子 嗯 畢竟剛才的地震說到不大 縮小不小 我去看他一下好了 你們趕快回家吃飯睡覺 這邊明天的戰役吧 那就再見啦 陳武坦哥 怎麼回事啊 玉劍檢察官員那麼怕地震嗎 不知道 我從來不知道他那麼害怕地震 不過我們比最後小學四天幾十 曾經玩在一起一年而已 最後一天他就轉學了 不知道大家之後 他是我發生過一些什麼事情 為什麼再去 送磨 沒錯 這條關的名字 就叫送磨好 這事情來 他從來沒有輸過 可以是說 說是活在奇蹟當下的男人 從來都不曾輸過 他才是一個 會為了有罪胖拳 有不走手段的人 那不就跟你一樣嗎 玉劍 哼 你根本什麼都不懂 他那個才是真正的不走手段 是個很恐怖的人 你還不是被人常說偽造證據 有這個要說別人嗎 我知道他底下學到的檢察官 該有什麼樣的作文 你可以想像他是比我麻煩 十倍以上的男人 那他算是遇見先生的師父囉 我想應該可以這麼說吧 好過分哦 這樣我把這麼可怕的例子判罪 判決 有罪 啊 還是說 他故意手下留情 那運氣先生或判無罪 我剛剛已經說了 他在這四十年來 未曾輸過 而且 比我麻煩二十倍 好糟糕哦 他對我來說 就像是怎樣的人物 收到千尋姐 對了 什麼事 這種時候 又可以借用一下千尋姐的力量就好了 嗯 不行 我有嘗試過了 但是沒辦法叫姊姊出來 沒辦法叫出來 因為我最近都沒有在修行 所以我靈力好像變弱了 真糟糕 在這麼重要的時候 對不起 我會使得他努力看看的 拜託你了 你們在講什麼俏俏話 不 沒事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走吧 現在本願宣布 開始 神里 預見零事一案 便方 你準備完畢 那個 守魔警察官 請問 準備好了嗎 愚蠢的傢伙 沒準備好的話 我守魔會站在這裡嗎 呃 是 不好意思 好弱啊 那麼 請開始進行開場成數 關鍵性的證據 關鍵性的證人 除此之外 還需要什麼嗎 呃 不不 我想應該這樣就夠了 好的 請開始儲喚證人 總覺得那個人的等級 真的完全不一樣耶 真 真不想跟那種人作對 那麼 儲喚當時 進行搜查工作的戲劇情景 先去刑警啊 先行事件說明吧 呃 是 那麼 請大家看看這張平面圖 命案發生在聖誕夜的深夜0點左右 湖六中央有一艘小船 船上有兩個男人 在0點10分左右 有一位女性在湖畔紮影 她當時聽到兩聲槍響 之後小船 就往出租店的方向逃走 嗯 那麼 就被逮捕了經過 進行證書啊 啊啊 等一下 送往檢察官 怎麼了 這個法律卒實然是我 所以 以為要做的事情就一個 那就是敲向那個木槌 所以就有罪就可以了 呃 呃 是啊 我明白了 明白什麼啊 那是在0點30分左右的事情 有個男人打電話來報警 我們馬上就 搭警車前往現場 我們就要在那裡遇到 遇見檢察官的 我當時一點都不覺得 遇見檢察官是怎麼可以的 可疑的 但是隔天早上 卻到湖面 發生一具男士 所以我們只好逮捕了 遇見檢察官 嗯 好 那麼 那 女士 進行詢問吧 呵呵 當時報警人 是個男的嗎 呃 是的 但是你剛剛是這麼說的 在現場紮硬的女性 聽到了兩聲嘆響 咳咳咳咳 所以我女性和暴警男性 是不同的人 什麼意思 現場有兩 兩個目擊者 因為兩個的目前內容 幾乎一致 今天我們請到了 是在現場紮硬的女性 閒警 後來怎麼樣了呢 從現場民眾報案到抵達湖邊 花了多久的時間呢 這個嗎 大概三分鐘 怎麼會這麼快呢 原本覺得本業標語是 步落引路 直線衝刺 行 怎麼可以把警察局的 精密事項 修出去呢 二四 真的抱歉 明年的新制考核 你就給我吵著敲 嗯 又多了一件走人腳的事情了 還在做什麼 趕快繼續 嗯 是 當時遇見警察官的狀況怎麼樣 這個嗎 就我個人感覺是他很冷靜 看起來不像沙爾人 行 我可憑個人主觀表示意見 你到底當了幾年刑警啊 我有客觀的資料 才是有意義的 那是 可惡 這檢察官的意義怎麼那麼多 為什麼當時不覺得他可贏呢 那是因為 我們和檢察官有身後的信賴關係 壓力 行見 不可忽然證書 什麼信賴關係 太天真了 你要花力先讓胡說 不如努力降低 逮捕錯人的機率 趕快繼續你的證書 撕底上有沒有留下什麼線索 從撕底上發現了一顆子彈 這個子彈 穿了被害人的心臟 也就是致命傷 審判長 檢方提出這顆子彈 又沒有剩下骨頭 所以子彈還保有原型 好的 知道了 本願受理 為什麼呢 因為從船上找到的兇器 兇 兇器 就是手槍 真人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請重新進行詳細的證書 好的 為什麼他會是關鍵性的證訊啊 為什麼他會是關鍵性的證訊啊 哼哼哼哼哼哼 從船上找到的手槍 上面驗出指紋 就是預見檢察官右手的指紋 什 什麼 數字 雄機上有找到預見檢察官的指紋是嗎 是的 審判長 這就是剛才提到的兇器 本 本願受理 聽好了 這麼一來 當作兇器的手槍 核子彈 都到齊了 請解 呃是 不是 尸體裏發現的子彈 就是從這手槍中射出來的嗎 是 有一 ant子彈上的 彈道攻隙了嗎 嗚 groupe 誒 陳武堂哥 彈道工具痕是什麼啊 真令人驚訝 沒想到法庭中竟然 會有連工具痕都不知道的外韓人 哇 陳武堂哥他在瞪我們誒 真沒辦法 就說明給你們聽吧 閃盤長 就交給你了 什麼 要我來嗎 所謂工具痕 就好像是手槍的指紋 從手槍射出來的子彈 上面一定會留下槍管造成的痕跡 只要調查這個痕跡 就能確定子彈 有哪一把手槍射出來的 沒錯 而從證明被害人的心臟 找到的子彈 確實是從這把手槍射出來的 而這把手槍上面 裝上了被告的指紋 收盡 這樣的話 就等於在說 是預先開了槍了 你認為呢 審判長 我想 這的確是非常關鍵的證據 說真的 本院現在幾乎已經可以宣判 不過 你想聽目前正人證書嗎 我懂 那麼 我想有點累 在此先休息一下 可以等休息完再重換證 休息十分鐘可以吧 石板長 什麼 還在做什麼 趕快進入十分鐘的休息時間 這個嘛 趕快把你的木水敲下去 那麼 現在開始休息十分鐘 怎麼可以這樣子 雨劍 這到底怎麼回事 被當成凶器上的手槍 有你的指紋啊 而且看這張照片都會知道 當時人開槍的 就只有照片裡的男人而已啊 的確 這是他船上的人 是你嗎 沒錯 那是我 怎麼會這樣 但是 請你相信我 我沒有開槍 那到底會是誰 我 不是很清楚 不清楚 事情不是發生你以前嗎 我忽然在很近的地方 聽到了槍聲 知道那個男人 就從床上掉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男人 會不會是自己開槍 射了自己 你的意思是 他自殺嗎 我只想 我只想得到這種可能性 真的會有這種事情嗎 對了真消 咦 什麼事啊 千尋姐呢 對不起 我好像叫不出來 什麼坦哥 我果然幫忙上忙嗎 交不出解決的我 是不是沒有承諾的意義呢 每 每次回事啦 我知道你很偏偏想要幫我 有什麼心意 就很夠了 你不要逞強的 陳布堂哥 畢竟我都辯護這種事情 什麼都不了解 明明是靈媒師 又沒辦法叫出靈魂 我人是誰 都會有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只是最近比較幸運而已 這種狀況能持續多久 沒有人知道啊 真的嗎 陳布堂 你別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很可怕 哼 哼 那麽 那麽 繼續開始審理 收摸檢察官 建立傳喚證人 恩 那麽請大神木下梅入庭 大神木下梅 提供說你是大學的研究生 是 那麽請你敘述 當天網上目擊到的事情 麻煩常喚團說 知道了吧 你這什麽態度啊 知道了吧 好啦知道了 那那那麽請開始進行證述 在這個時候 又聽到一聲槍響 不然我也確定 只有那艘船 沒有其他船的 好 這樣就夠了 恩 審判掌 他當時恰巧拍下現場狀況 這是哪時候的照片 請你受理 這 這不就是 射出子彈那一瞬間嗎 還要是 那 你這 頭龍當綱的熱術 半人開槍死 湖上只有這艘船 沒有其他的船 所以 只有可能是同船的藍恩射出日發子彈 也就是說 開槍的人 就是遇見凝視 速箭 趕快安靜下來 有好什麼的 的確非常關鍵 我想我已經完全沒有疑惑了 那麽此刻有本願對立宇健臨時 下達判決 請等一下 我還沒有詢問呢 詢問 證據照片都擺在臉前 還需要詢問嗎 這張照片說明了一切 沒有用的 還是說你 在剛剛的證實中 發現什麼矛盾之處嗎 若是的話 就請你進去詢問吧 但如果你胡亂追問 最後沒發現任何疑點 那麽 就必須對你套用 秒四把釘罪 成不堂哥 我剛剛沒聽清楚 他說什麼罪啊 秒四把釘罪 你應該知道意思吧 大概猜得出來 那成不堂哥 剛剛的證實中 你有找到什麼矛盾之處嗎 是有找到一個可能性的 成不堂哥好厲害喔 我都沒有發現耶 那就接受他的挑戰吧 我知道了 便方要進行詢問 好 希望你的詢問 並不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你剛剛說五夜零點左右 也就是說 正確來講 時間上已經不是聖誕夜 我還是聖誕節的 對嗎 恩 是現在沒錯 你 我才知道戰術中的矛盾之處嗎 的確實在啊 展覽 請繼續戰訓 為什麼要在那個地方錄影呢 我是大學研究員啊 我想拍一些研究用的照片 下面小姐 你所謂的研究 具體來說是什麼呢 這能為何當天在現場錄影 這件事情跟本案毫無關係 你的疑問 必須被駁回 欸不 決定要不要駁回的人是我 那就趕快把駁回 本願 補回你的問題 那時候你沒有往湖流房間看去嗎 是啊 我是聽到聲音 才轉頭看一下鼓勒 北章正能講一樣的事情 而且我剛剛說過了 請您指數矛盾之處 別在那邊聲東及西 收集情報 說你清楚看到兩個男人嗎 你看照片 不是拍得好好的嗎 請等一下 我是不是問你 照片拍得怎麼樣 我是問的是 你究竟是否有看到 這個嗎 真的是 這呢他已經說他看到了 而且還有照片 別再亂問 趕快把矛盾之處指出啦 所以第2三槍槍的時候 你有看到那一瞬間是嗎 是這樣沒錯啦 變護人剛剛一直在問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 趕快指出矛盾之處 壞臉 什麼這傢伙 這是為什麼呢 你確定 嗯 我很確定 為什麼這麼有自信呢 因為當時我把整個湖面仔細看過一遍啊 把湖面仔細看過一遍 他的說法 簡直就是他的興趣不是船 不是整個湖面 像小姐我說你 這律師 證人他已經做出充分的回答了 在這樣的狀況下 任何問題都是沒有意義的 不會 那個 這應該由我來 不會 知道了吧 是 是 到此為止 告了陳莫堂律師 看來你並沒有成功地指出矛盾之處 不 但是 我得請你遵守約定 辯護人 如果你再繼續發言 本院必須對你行使 藐視法庭罪 被判 藐視法庭罪之後 必須馬上退庭 你不怕嗎 怎麼能個 我還是覺得下面小小證數 有點奇怪 的確 總覺得不清不楚的 可是 我現在被限制發言 已經無稽可思了 本院認為 我們已經 做了十分充分的審理 既然這樣 請你對被告下達判決 本院懂了 那麼遇見林氏 請你上陣研台 剛 剛剛這是 哪一位 是 是我 真小 怎麼人嗎 你要上廁所的話 不是這樣的 蝦米小姐 你的證實很奇怪 你的視線是否在湖上 這點根本是交代不清楚 而且 是否剛才遇見檢察官 有說的模擬良可 先告訴我們事情的真相 這件事情 可是攸關的命啊 夏梅小姐 你真的看到 遇見檢察官嗎 你真的看見遇見檢察官 超人開槍嗎 住口 本院不許辯方發言 請你回答 夏梅小姐 幹嘛啦 本人說得跟什麼大壞蛋一樣 我看到了呀 我很清楚看到遇見 到此為止 審判長 請此藐視法聽準 那讓我律師退庭 好 好吧 約定就是約定 沒辦法了 好緊 拘捕 成不常容易 由於藐視法聽罪 讓他立刻退庭 我 完蛋了 請等一下 剛剛發言的是我 跟陳步堂律師沒有關係 請等一下 哼 有什麼差別嗎 如果敢怎麼樣 現在都只差下來有罪判決這一步 是不是啊 陳步堂容易 重應 不是這樣的 什麼 就在剛才 大成不孝美是這麼說的 他清楚地看到了遇見檢察官 這是一個全新的證數 辯方全力對這段證數 進行詢問 對這段證據 真的亂七八糟的邏輯 誰能接受 審判長 那種意見不許理會 把他撥回 那可不成 做麼檢察官 什麼 大折目下面 確實做出了新的證數 因此 辯護人 當然有 訓問的權利 但 但是 辯護人你罵 放下 藐視法的聽證 藐視的人是我 你沒想要抓人 就抓我好了 好吧 理你真相 本願必須請你退庭 陳步堂哥 我能做的 也只有這樣的 剩下的就交給你了 拜託 真相 哼 可笑 這位律師 你應該知道了吧 不許你對我 真的進行無謂的追問 也就是說 我得直接 指出矛盾之處 好了 請開始詢問吧 好可就有一句話 我們看看會不會被扣血 那麼 另一個人又是 我們稍後找了約定 你到底有沒有新專手 你剛剛提到的證人的證數有矛盾 假如此 快點給我指出啦 如果你辦得到的話 辯護人 可可惡 好 可是下面 他卻說 他很清楚看到那個男人 是預見 當天晚上霧這麼重 他怎麼可能看得到呢 對不對 霧色 所以答案就是這個 終於 終於被我抓到破綻了 向美小姐 怎麼了啦 請看看這張照片 這不是我拍的照片嗎 聽好了 你的照片 很清楚拍掉當時的狀況 當時湖面 充滿了龍霧 什麼意思 即使你以為傲的 高價相機於底片 都沒人拍攝到 傳上那個男人的長相 那麼 為什麼 你卻說清楚看到了預見呢 的確 說得對 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不願意讓他說出這件事 但是無論如何 證明證人都做出了證數 請你解釋 你到底是如何看到預見的 證人 幹嘛 你真的看到了被告嗎 當然 當然喔 那就請你針對這件事 進行證數吧 太好了 的確那天晚上很冷還起了熔霧 所以我才把相機設在自動模式 回到車的裡面取暖 但是 除了相機以外 我還有帶了萬元鏡喔 胡編傳來的聲響後 我就是用萬元鏡去看的 怎樣 這樣就沒問題了吧 嗯 原來使用的萬元鏡啊 本願懂了 那麼辯護人 請開始詢問 竟然如此 為何你還會募集到預見呢 別擠罵我現在正要解釋 極限的男子 可是不受歡迎的喔 你剛剛提到相機 現在重要的是 戰人是否看到預見檢查官 和這張相機根本毫無關係 你說萬元鏡 是啊 這是萬元鏡 按照你昨天的說法 你是來這裡拍攝流星的 是這樣沒錯啊 既然要看流星 不應該用一般萬元鏡 我是要用天文萬元鏡才對吧 說到底 你所設置的相機 真的是為了拍攝流星 才架設在那裡的嗎 相機的事件 根本啊根本毫無關係 不問問看 怎麼知道有沒有關係呢 恩 陳布坦律師 爛臺相機 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如果他很重要 本願能允許你詢問 但是 如果問一下就毫無結果 那你就可以接受該有的懲罰 相機 相機重要嗎 我覺得蠻重要的啊 相機的問題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整件事情的關鍵所在 請正人進行證述 證述 本願懂了 正人 請你針對相機進行詳細的證述 好啦好啦 這相機是為了拍攝流星 才會設在那裡的 你為何我選上的呼喚 作為拍攝地呢 湖面的 霧非常濃 似乎不適合拍星星 嗯 這個嗎 該怎麼說 我可能當時沒想清楚吧 辯護人 請你把正人很笨這點 進行人身攻擊 你 你是什麼意思 請你繼續證述吧 你是如何見到遇見的 沒必要的事情 不用多說 既然霧那麼濃 你難忘你去看 不也是一樣嗎 什麼意思 就算你用望遠鏡看 湖上的龍物 還是一樣龍嗎 你真的清楚看到了嗎 嗯 我覺得 應該看到了啊 到此為止 已經沒有可疑之處了 好 好 看起來不是 啊 看起來不是 啊啊啊啊啊 脫血啊 那就是這個啦 你說你在拍攝流星 這個證書根本就是謊言 什麼 昨天 我曾親眼確認過 你是他湖邊的相機 那他相機很明顯是朝著湖面設置的 如果你真的想拍流星 相機應該對著天空才對 陳不談律師 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正人根本是為了拍攝流星才到那裡錄影 那麼他到底想拍攝什麼呢 什麼著請看這個 你當時想要拍攝的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 雜誌的報導嗎 水怪 胡 胡錫 喔 這是最近在葫蘆湖北的目擊的 下面小姐 可以請你回答嗎 我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有證據可以證明嗎 你的證明 我當時想拍的是胡錫嗎 證據 當然有 那真令人感興趣 那麼 請出事給我們看看吧 下面小姐 證據就是你的相機 你的相機當時被設定成感應的爆裂聲 就會自動按下快門 會拍到這張照片 也是因為槍聲的關係 接著 請各位看看 這則水怪 胡錫的報導 根據這個報導 每當水怪的胡錫出現時 現場都會傳出爆裂聲 你還有話說嗎 當時你想拍攝的 其實是水怪的胡錫 所以才把相機設定會 對爆裂聲產生反應 書錦 原來如此 其實我也一直覺得很奇怪 真的假的 下面小姐 你怎麼說呢 你當時是為了拍攝水怪的胡錫 所以才在那裡錄影的吧 是啊 真厲害 不愧是律師先生 不過 那要怎麼樣呢 欸 不管我當時想要拍什麼 我看到的東西是不會變的 說得沒錯 你花了這麼長一段時間 證明的一件事 就是證明這人 是個妄想拍到神面怪獸的愚蠢女人 你說什麼 但是 證明這件事又如何 整件事件還是沒有任何變化 才沒證明這件事 你們很拼命想要隱瞞水怪胡錫的事情 一定是出了某些原因 但不得不隱藏這件事 我一定要把背後的流揭發出來 這很難 為什麼試圖隱瞞水怪胡錫的事呢 請在最後 將一切證數都講出來給我們聽 好吧 就告訴你們 不過 我應該也覺得猜不了多少 不 事情絕對有變化的 我一定要找出來 其實呢 我不是什麼大學的研究員啊 我真的工作是攝影師 我原本在想 如果拍到最近很熱門的 水怪胡錫清晰照片 一定可以重新讀一下話題 所以才在那邊扎影的 但我也只有這件事沒老實說而已 不然的一升船來後 我往湖面看去 看到一艘船 因為我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看 所以很專注看了那一艘船 那個藍人的手邊亮得起來 我又聽到一次爆裂聲 我當時真的很專注在看著船 真的 恩 最能的證書內容跟剛才沒有變化 不管正能還是大學的研究員 還是攝影師 根本不重要 不需要做什麼詢問 辯方仍舊主張辯方該有的權利 既然辯方這麼說 一定有什麼想法 怎麼可能有什麼想法 我想辯方應該知道 這是最後一次詢問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本願必須請正能客廳 同時也必須做出判決 知道了嗎 好的 不然你究竟是做什麼的 也不是什麼大人物就是的 你說你是很吃啊 是啊 如果拍到塗家的照片 我會把它拿去給賣給媒體 你知道嗎 我去年啊 我妹妹的成年禮藏 拍了照片哦 結果啊 結果怎麼樣 在天空拍到幽浮哦 幽浮 就是天空飛的圓盤啊 那時候我原誤到一件事情 我必須成為一個專拍 獨家頭條的攝影師才行 是啊 那真太好了 水外呼吸這東西 有這麼熱門嗎 那那當然啊 電視到爆了這件事 上個月節目內容 好像是 巷石山上有女鬼出沒 哇 這次還有張照片上的雜誌呢 不可憐騙你哦 辯護人 跟正面正面聊起來 所以沒完沒了的 請你進入主題吧 除了你才在攝影機上面 裝設自動快門 是啊 這機器從我大學 降聖那邊進來了哦 他要分析周圍的音波波形 如果是暴力聲的話 就會按下快門是吧 是啊 那目前為止 你一共拍了幾張照片呢 相機快門 最後那天晚上啟動過而已 為什麼要禮拜這件事 如果老實說出來 我的競爭對手就變多啦 競爭對手 跟我一樣想拍攝水怪 呼吸的攝影師啊 是哦 這就是你滿的理由嗎 嗯其實呢 請不要詢問與暗箭無關的事 請問是什麼樣的聲音呢 那聲音我是第一次聽到 不過應該是槍響吧 一個很清脆的聲音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看 是啊 是這樣的嗎 如果他當時聽見暴力聲 到底說水怪都要出來了 他怎麼會一直注射小船呢 你看我幹嘛 我有那麼好看嗎 總覺得很可疑 把那東西出事給他看看好了 正恩 請繼續 好這邊有提示的 當時湖面就有那艘船嗎 難道你覺得 有人會從別的地方開槍嗎 這應該不太可能的 當時湖面一點撥爛都沒有 不怕也沒看到人意 我得到這張正樹中 找到矛盾之處 好 試試看好了 我不太確定 我真的是 下面小姐 你真的有看到小船嗎 你什麼意思 這還用說嗎 但是湖面就只有小船啊 我不看小船要看什麼 一般的人可能這樣想吧 但是你不是一般的人 這 什麼 你為了要拍攝胡錫的照片 所以才在那邊扎影 既然如此 這聽到暴力聲後 你最應該先看的是 湖面上是否有水怪 胡錫出現才對 你不可能花精靈看什麼小船 對 你不可能花精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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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我進 轉不攏律師 請你繼續 你說你還用望遠鏡 仔細看船的方向 但是 我只是要看船 根本不需要望遠鏡 可想而知 當時你一定拼命找湖上 有沒有水怪呼吸 怎麼樣 被你這麼一句說 我當時 的確 拿起的望遠鏡 把整個湖面都掃過一遍 想說是我們找到水怪呼吸 真人 也就是說真人當時 你沒有在看小船 對不起喔 我不是故意要說謊 我只是覺得 我有機會成為 凶殺案的目擊者 所以有點興奮 因為這樣 我以為自己看到小船 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可可是 這張照片 人就是個證據沒錯吧 但是 從這張照片 看不出是誰開槍的 所以啊 這張照片我把它 真人 夠了 辛苦你了 你這傢伙不用再說話了 你 你這傢伙 這張照片我把它 對了昨天 而且這張照片還有證據 這邊是昨天 我剛才講的話 他應該把照片拿去放大 送猛為什麼不提出那張照片呢 不 難道說 放到照片上 為什麼在送猛不利的地方 如果猜錯 那麼預計肯定會被判有罪 欸 請他拿出來 下面調解 請看這張照片 你應該把這張照片拿去放大了才對 是啊 對啊 為什麼不提出放大照片 被沒有了這種照片存在 你在說什麼 是你告訴我不能把這張照片提出的啊 你忘記了嗎 這是怎麼回事 這我們檢察官 下面小姐 請你提出放大後的照片 檢方反對提出這張照片 很遠不回檢方的意義 可能 請你讓我看看這張照片 最後這張照片 還是看不出誰開的槍 感覺是被告 又感覺好像不是被告 總之本願 先受你此相證據 這樣看夠了嗎 變火人 放大後的照片 根本就不告出什麼證據 所以我才不想提出這張照片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對這名證人的詢問就 當然該結束了 那麽本願宣布 結束大折目下眉小姐的詢問 真是繞了一大圈 守摩檢察官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一開始就說過 關鍵性的證據 關鍵性的證明 其他還有什麼需要的東西嗎 你說的沒錯 沒有其他需要的東西 看來 下達的判決時刻 終於到了 這怎麼可能 這張照片 一定藏著什麼線索 可惡 該怎麼辦 審判長 這張放大後的照片 有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什麼 陳普堂律師 你說其他地方 究竟是哪裡 算了 破出去 反正不可能回頭 好 我直給你看 啊 直給你看 直給你看 有沒有 這地方很奇怪哦 有沒有 這地方 哎呀 這地方 這地方有點奇怪哦 沒有啦開玩笑了 這裡啦 不是 一把 你們都不確定哦 哈哈 那就是這裡 你那是開槍的人物 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這人物 有拿你奇怪的嗎 這集看這個人拿槍的手 手 這隻手和某像證據 有決定性的矛盾 你說 這個男人的左手嗎 就讓我出示證據給各位看 這照片中男人的左手 發生決定性的矛盾人證據 我用說非常清楚 照片中的男人 是使用左手開槍的人 但是 這款的槍張上是預見檢察官右手的指紋 換句話說 照片中開槍的證明人物 絕不是預見檢察官 看來 現場終於安靜下來 那麼恢復神力吧 陳牧場律師 是 你成功的證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預見檢察官 並沒有開槍 但是 這麼一來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 究竟被害人 被誰槍殺了呢 沒錯 如各位所見 當時在湖上除了他們兩個人以外 沒有別人 除了被告以外 還有誰能看向殺死被害的 答案只有一種可能 那是被害人本身 是 是 屬性 你的意思是 被害人他是自殺的 沒錯 除此之外 我想不到其他可能性 的確想不到其他可能性 所以 是 非常遺憾 被害人不可能自殺 什麼 只要調查被害人的傷口 就能夠知道 打開槍當時的距離 被害人是在距離 一公尺以上的位置被擊中 一公尺以上 嘖嘖嘖嘖 所以 絕不可能是自殺 收盡 收盡 守摩檢察官 你的偶像資料 確定沒錯 檢察官也是很考慮過自殺的可能 本院懂了 所以說本院的看法 考慮當時的狀況 犯人之有可能是被告 遇見的影視 但是 槍枝上的指紋 卻指出開槍人 並非遇見的影視 因此 本院認為今天的撤影 就到此為止 本院命令辯方 檢方 都要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 定到了嗎 好 那麼本院宣布 今天就是畢體 哇 好險啊 喂 你就沒什麼話要跟我說嗎 畢竟 我還沒有被宣判無罪啊 也是啦 可是 這到底怎麼回事 如果被害人不是自殺 那麼究竟是誰 而且開槍當時 雙貿巨有一公尺 你 你這是什麼眼神 開槍的不是我 我開玩笑了 好吧算了 總之 我要先去接真銷了 好 成功堂 幫我轉告他 轉告什麼 發 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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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要多注意一點 就這樣 為了當成明天法令上的武器 我 我要將大折木下面認識 整理過的文件 但因為他並沒有清楚看到開槍的人 只有他聽到的聲音 被採用正式認識 未完待續 哦 成效 啊 成功堂哥 剛才一間檢察官 躺過一姐的了 太好了 你為什麼這麼亂來 我不知道 只是 我只是覺得 我一定要做些什麼 雖然沒有姐姐那麼厲害 對不起 哎 所以快有你 讓我得救了 不過以後別這麼亂來了 嗯 正訓結束了嗎 不 還沒 其實現在剛才看我了 他說 因為我是粗飯 正訓結束後就可以離開了 那就好 對了 他還說要準備保釋金 成不難哥 你幫我附寶 哎 要多少 不知道 我在晚點會清晚單吧 保釋金啊 總覺得可能會很貴 啊 金魚姐那邊怎麼樣 那個 完全叫不出來 我很拼命努力的說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果然 我也是要每天好好休息才行 為什麼一定要瀑布啊 我是不是在進不到幾邊呢 跟他媽媽 好 所以現在 要去哪裡 好 先去查局吧 好 好 可是真銷 沒辦法出來啊 可是我沒辦法給他錢啊 哈哈 那我哦 我去現場對不對 去現場 今天看到幾位警官在進行調查 不過輪述沒有像昨天那麼多 說不定西區刑警也在 今天死了那傢伙沒有來 是不是在跟和美小姐花大錢約會中呢 啊 西區刑警 喔喔喔 警戒的法庭 那個 怎麼了 雖然有稱讚你幹的漂亮 但好像沒那麼值得稱讚 不過你救了預見檢察官是個事實 所以我剛剛在煩惱 要怎麼感謝你才好 是嗎 謝謝刑警 送我們檢察官 他明天有採用什麼樣作戰呢 聽說他明天好準備另外一目擊證 另一位目擊證呢 說起來今天成員的時候 他是這麼說的 那這個證呢究竟是誰 很抱歉 雖然很想告訴你 但我有我的立場 對了 畢竟檢察官他 怎麼了嗎 他是不是很害怕 他是不是很害怕地震 我怎麼知道他那麼 那麼怕地震 畢竟檢察這個人 不太愛講自己的事 但是有一點事我很清楚 畢竟檢察官之所以會如此正義和犯罪 並且決定成為檢察官 他也會變那麼害怕地震 一切都是因為那起事件 你是說第五六號事件嗎 沒錯 15年前 畢竟檢察官的爸爸 在他的眼前被殺害 他到現在 仍未能見識趕上礦圖 關於我們家列列的真相 還沒被釋放嗎 真奇怪 我沒有關注他 做完調查報告就反正放他回家 不過今天真的被他救了 跟他被罰警加出去的模樣 說實在的 我眼睛都他掉下來了 畢竟檢察官又很感動 嘴唇一直站抖 真的嗎 畢竟檢察官真的很感謝他 不好意思麻煩你了 對了 那個保釋金大概賺好錢了 不用擔心 保釋金預見檢察官會全額負擔 我剛剛也跟你說過了 預見檢察官真的很感謝他 總之你記得來接他 你是不是幫我把這個月的房租付一付啊 沒出息 陳牧場沒出息 好我們先去拘留所 啊 陳牧場哥 你終於來了 他剛剛說手續辦我你可以回去囉 你聽我說 這群我的人好過分喔 你這要做什麼好事 他這樣說耶 我以前又不曾做過什麼壞事 算了別計較了 反正你都出來了 嗯嗯 啊 對了 謝謝你幫我付保釋金 要謝的話就先預見吧 咦 那筆錢是他付的 他說他很感謝你 預見先生他 好 陳牧場哥 我們一定要加油 決定要把他救出來 好 今天其他人數還不要少呢 嗨 兩位 夏美小姐 你今天真幹一件好事呢 怎麼樣 你有什麼意見嗎 不是啦 其實我有點不在反省 當然這人這是一件真正重大的事呢 而我卻因為一時興奮 所以不負責任的話 夏美小姐 所以啊 我現在很想贖罪 贖罪 上法庭有什麼感想嗎 其實說真的 我一開始是抱著 秋晚的心態出體 我啊 真的以為自己有看到事件的經過 但我似乎把我其實沒看到的 說得像看到一樣 給你添麻煩的 其實也難免啦 畢竟記憶是很不可靠的 嗯 我這很可靠的教訓 如果下次讓我募集凶殺案的話 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是啊 是啊 我可不想募集到凶殺案 你還要追水怪狐心嗎 所以啊 無論如何我都拍到骨叫頭條 哇 夏美小姐好帥喔 我看我也來當骨叫頭條的攝影師好了 你先當好你的凝眉吧 夏美小姐 你說的署罪是指 就是這件事 那個 其實呢 我手上有一些情報 诶 原本那個是我們大叔叫我不要說的 什麼樣的情報 問得好 我跟你們來的交易 交 交易 那個 你不是說要贖罪嗎 是啊 就是為了要贖罪 所以要跟你們交易啊 怎樣 有意見嗎 請問這種東西啊 本來就不是免費的啊 喂 我說你啊 你是不是覺得關西人很少氣 瞧不許關西人是不是 不是關西人小氣 是我個人的小氣而已 好了 看你們吧 要不要跟我交易啊 該 該怎麼辦呢 常常哥 好吧 那你要多少錢 你 你別說傻話了 我才沒有想跟你們要錢呢 請問這東西 當然要拿情報來換啊 聽好了 我現在你們的情況 現在我是水怪胡錫有關的情報 水 水怪胡錫 怎麼會這樣 水怪胡錫不一定存在 那也沒關係 可以拿喔 水怪胡錫不存在的證據給我 哇嘞 好啦 那我要回去繼續在車裡監視現場啦 如果你們找到什麼東西 等一下來跟我講 知道了吧 嗯 那我走囉 好 什麼男哥 我們開始找吧 要 要找什麼啊 難道說 但是找水怪胡錫囉 那預見的事怎麼辦啊 我們就是為了預見先生 是要找水怪胡錫啊 那什麼東西要怎麼找啊 有沒有找到什麼東西的 專家詢問意見啊 那 那是什麼東西啊 是 這將軍抽的吧 嗨 生肖 哇 死障 那是什麼東西啊 哦 吼 那是河美男孩的啊 我的女朋友 河美 那說放這個我會令人加深印象 一定會跟蕭烈有幫助的 所以就跟大家妻子一起送給我啦 好棒喔 河美小姐什麼都辦得到呢 他的人脈很廣啊 就算那個節目已經播完了 所以人家也會送給他 是喔 喂 怎麼躺 預見他後來怎麼樣了 今天的法庭算是撐過去了 但是問起來很難說 是喔 欸 死戰先者你知道嗎 預見檢查官他很害怕地震喔 好像小朋友一樣的 奇怪 以前不會這樣子啊 欸 真的嗎 是啊 不過 我也要跟那是一年而已 必然要後來轉學的 轉學 喂 死障 那個阿姨的東西是什麼時候開始在那裡的 喔 你說那個大家伙啊 大概有一個月了吧 其實還滿受小朋友歡迎的喔 可是昨天為什麼沒有看到啊 那個阿 欸 因為空氣壓縮機壞掉啦 空氣壓縮機 你要拍到旁邊 有一台小小機器對吧 那傢伙是用那個灌氣的 前幾天他壞了 我才拿去修的 什麼阿 應該不是死戰先者把他吹大的阿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OK 好 吊掃完了 就這樣 就這樣 這一直好安靜喔 這間豬牆 豬 豬牆小窩 是不是沒在營業阿 畢竟在湖上發生殺人事件 我想他可能會休息一陣子吧 原來如此 我突然好想吃麥當勞 哈哈 喔 這裡門阿 怎麼樣 吵到水灌火系的事了嗎 我們還沒有找到 你們可要加油阿 不然晚上不見可是很冷的喔 的確 現在已經很冷了 阿 我快去打分替了 不行 不能打分替阿 喂 我不是說不可以打分替嗎 我把這麼快門靈靈度調高了 現在你是我們檢察官 彈手者身以後要反應 對不起 敵平你趕到怎麼賠償我 聖畢哥幫我付 這邊不是什麼重點 有補的照片 真的是大學生 修學中的大學生 孟利 欸 這邊看過我怎麼還要重複一次 欸 他沒有打勾欸 這張照片已經被公諸於世了 這樣的話他已經不是獨家 也不是頭條了吧 笨蛋 這模糊的照片根本就不算數 你這樣拍到不管是誰都看得出來 是水怪活氣的這樣的照片 才能叫獨家頭條 OK 這邊就看過了 哇 我先入瓶頸了 先走出來 哦 你來了 怎麼了 你也是好沉重 你幹嘛又找到對預金檢查官不利的線索吧 幹嘛又想用啊 總之你先坐下來吧 只要不是來跟我借錢的 我都可以商量 請問搜查工作進行得怎麼樣啊 沒什麼好說的 等一下還有一場搜查會議 但是搜查會議只會提到 預金檢查官仍發動機而已 動機喔 在第五六號事件中 預金檢查官的父親去世 他只在寫法獲得無罪判決 就是這次被害人聲唱律師 所以檢查官 預金檢查官才會對聲唱律師進行復仇 我想他們討論的結果 應該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吧 預金他不喜歡提到自己的過去 但是明天將會揭發這項秘密 預金先生 說實在的我不希望看到這種事發生 我將校美小姐之間的教育告訴個戲劇行徑 你怎麼不早點跟他說害我被罵 對不起 OK有線索啦 原來是這樣啊 不好意思 不應該對你大小聲的 好吧我知道了 本人戲劇不 警方會協助你們 尋找水怪呼吸 咦 今天特別介面一些警方拿拿真材用的秘密武器 真的嗎 有沒有想要哪個 通通拿去吧 那就趕快見我們吧 先飛機先來介紹秘密武器 這是我們警方最驕傲的最新兵器 秘密兵器之一飛彈 飛彈 我指的是這次在訓練中的精犬 飛彈飛彈趕快過來 最後這傢伙 哇好可愛 陳腐掌哥好可愛喔 但是進行前來幹嘛 接下來秘密武器之二掉桿 就是這個 是我的私人物品 西日刑警 對方真是怪獸爺 是啊 怎麼可能掉得起來啊 不試試看的話你怎麼知道 嗯接下來是最後一藥 秘密武器之三金屬探測器 就是這個 西日刑警 對方是生物誒 啊是啊 為什麼拿金屬探測器好 搞不好要吃下空漢子啊 好了看我們要選哪一下 嗯好難選的成不成哥 的確是很難選沒錯 算了 司馬當活麻衣吧 哦新介狗 信念中的精準 非常的可愛 小孩子他這選擇 我全都咬 你們這電影看 電影看太多了是不是 我說什麼男哥 怎麼覺得飛彈剛才都怪怪的 飛彈哦 你說那隻羅惡的小動物哦 哦我很愛小狗乖乖 嗯嗯 飛彈你怎麼了 飛彈飛彈 停下來我的將軍超人啊 我的將軍超人饅頭 好好厲害 全部被吃光了 對不起了死障 男人在說對不起就算了 這我不是釣不到魚的 我們才不是釣小魚 我門店會是那個有名的水怪呼吸 你真的趕快釣出水怪呼吸嗎 這裡些都要拯救御劍先生啊 這是改人的故事 然後勒 啊有有有有劇情啊 神武堂哥 我覺得這地點非常不錯哦 什麼東西啊 這東西就要派上幼場啊 啊是認真的 可是你要拿什麼當幼兒啊 啊 啊什麼啊 上腦筋 早上會這樣 就把飛彈一起借來就好了 神武堂哥你在說什麼 我當然是開玩笑的啊 怎麼會開這種玩笑 總之 你看著吧 小心 飛到一堆垃圾 啊 扣到我腳了 喂 你們在幹什麼 對不起 你們啊 是不是底片製造廠 派了的見諜啊 神武堂哥 幫我付錢 唉 也就是說什麼事都沒做到 唉我剛剛還有一個地方沒去吼 就是那個 吊牆小屋 賭場小屋啦 那我再帶飛彈來一次好了 好 可以啊 不過這東西到底要找什麼 對吧這怪獸 不能用一般常識來面對 他不理我 喔好 好喔 唉有了有了有了 神武堂哥 你看 金屬碳燈車器有反應耶 好草燈車器 他好像對面的草叢有反應 神肖 你去看一下 為什麼是我啊 神武堂哥 我找到這東西哦 這是 氣瓶吧 看他瓶霜的部分壞掉了 我還有找到水怪呼吸了呢 你先來看真宵 水怪呼吸這種東西 不可能在早晨中找到的 而且金屬碳燈車器 不可能會對水怪呼吸產生反應啊 嗯 這個氣瓶 好像東西傳到上面 萬國旗 早都找到了 不如把它收起來吧 好重啊 好 總算找到了 那是什麼 是氣瓶嗎 這東西怎麼啦 死張 這個氣瓶 這個氣瓶應該是你的吧 為 為什麼 你看 金屬碳燈車器的部分 傳上萬國旗啊 那後面加上超人的萬國旗 整得很像 這 只是巧合吧 萬國旗這種東西到處都有啊 例如說 小學啊 果粽啊 而且我這個氣瓶要幹嘛 你是不是用這個氣瓶把什麼東西充氣了 沒有啊 不然你說說 我 我究竟幫什麼東西充氣啊 還需要我解釋 但是後面那個愛眼將軍超人啊 你 你問這個事情要幹嘛 看來被我猜對了 其實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平常在使用的空氣下收器壞了 這場場是使用這個氣瓶來充氣 但是失敗了 你說你失敗了 可以再講詳細一點嗎 為什麼啊 其實我不太想跟別人講這件事 欸 我好想聽哦 好吧 其實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利用空氣下收器壞掉了 雖然常識這個氣瓶來慣性 但是啊 發出好大的聲響 然後氣瓶就像火箭一樣 咻 的飛走了 飛躲的時候 還把淋在一起將軍超人給帶走 欸 那時候發出好大的聲音 害我一下了一大跳 那個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眼睛到將軍超人上的氣瓶飛走出去 氣瓶飛走之後 發生什麼事的嗎 那件事發生在12月20號左右 20號 最近 大概一周前 我記得當時那個氣瓶 好像往虎的方向飛去 之後 我每天晚上都滑著小聲拼命的找 眼睛到將軍超人 是和美給我 裡面充滿 他愛 他的愛情 那你是什麼時候找到了呢 前天晚上 終於被我吵到了 那東西飛超遠的 花了真的四天找到他 前天晚上 那不就是命案發生那天晚上嗎 不好意思啊 省不躺 命案發生那天晚上 其實我能住在這裡 但是啊 我再舍一點錢就回下去了 所以你並不知道 這湖上發生的命案嗎 是啊 真遺憾 不過 看來我們找到某個難題的解答了 難題 ok 好 已經找到了 幻幻的男的還沒有出現 等一下會想到 什麼男哥是真的嗎 為什麼這樣說 難道你有證據嗎 能夠證明水高火器不存在的證據 當然有 一個律師不會在沒有證據的狀況下 妄下結論 死蛋仙台的氣瓶 那氣瓶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水高火器的正面目 啊 成 成不難隔 這什麼意思 這附近有一個賣饅頭的攤位 那邊有一個 灌空氣的大血能肉 一個星星前有個笨蛋傢伙 然後這個氣瓶幫他灌氣 結果瓶酸破裂 於是氣瓶就往湖面飛去 蹦的一聲 還發出很大的暴力聲 暴力聲 接著消息人偶 和連在上面的氣瓶 一起掉落到湖面 就在這個瞬間 湖面恰好也就前臉在拍照 就是那個時候的照片 那 那我們水高火器 這面目就是 這個消息的將軍超人嗎 我的夢 別跟著消氣了 很抱歉笑眉小姐 好吧 算你贏了 就按照約定 把情況告訴你吧 沒辦法 我們約定好了 我也是從警察那聽說的 聽說明天的檢方的證人 是在那邊租船小屋的管理員哦 租船小屋的 沒有那裡有人啊 聽說裡面租了一個大叔 有一個人租在那裡 你不要去調查看看 謝謝你 下面小姐 好了 我們走吧 沈不堂 等等 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要放上天晚上啊 我的相機 一共啟動了兩次 那麼除了這張照片以外 難道還有拍下別的照片嗎 是啊 但是 但是照片之中 火灰卻沒有任何東西 我覺得應該不 不當成證據 所以沒有辦法交出去 搞不好也有可能 用在什麼地方 所以 你們要就拿去吧 好 這張很重要 那就掰囉 我要整天行李回去了 下面小小的可憐哦 都是死章害的 那傢伙的傳說 依然健在 傳說 跟死章扯上關係的人 最後都會知道這句話的威力 世界背後 死章死中在 好讓人困擾的傳說哦 好吧 欸欸 陳孟南哥 像我們小姐說的 應該是那間 租屋小船吧 是啊 不過 感覺沒有人在 總之先去看看再說吧 小愛 唉呦 你是姓管嗎 你們在接 到底跑到哪裡去啊 你知道我有多擔心你們嗎 陳孟南哥 你先請吧 不不不 還是成孝 你先請吧 小愛 呦 你終於笑戀決心了嗎 欸 什麼 走 哎呀 騎乘 這家 喬百密店了嗎 喬 喬百密店 這樣爸爸 就放心了 你們秀妹 忽然離家出走 爸爸一直很擔心 不知道該怎麼守候這家店 小百合 他們兩人都回來囉 展安 展安 陳孟坦克 剛剛那個什麼聲音 聲音我啦 就停在那根樹枝上啊 信廣啊 傳授彎這家店就交給你啦 什麼擋個 傳授彎是什麼東西啊 從剛剛那些節目來看 應該是喬慢店的名字吧 小百合 這樣我就放心啦 早安 早安 這樣啊 睡著了 可能是安心就想睡了吧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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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吊彎一下 啊 好漂亮的 陰我 你好 他不理我 小安 你忘記了嗎 你要先叫他名字啊 名字 小百合 最近如何啊 想安 想安 你看 哦 原本是鸚鵡叫小百合啊 不過他只會成早安而已 好無聊哦 小百合會講很多種話哦 但是比較問對問題 問對問題 好 這調查一下 這邊有一個釣竿耶 全部都是海水魚 好,剛剛對話囉 那個 這也是住上橋屋吧 你在說什麼啊 這是橋脈老爹 長壽安 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的客人都不點橋脈面 竟然開口就想做小船 所以不得已再開始做小船的生意 真是不知道怎麼搞的 是啊 真的不知道怎麼搞的呢 什麼大哥 這個完全無法溝通啊 可是這位大叔 是明天髮型中的證人不是嗎 我必須從我口中問一些 跟明天有關的情報 問他一句話就這樣子 那是 哇 我因為變得很健忘 所以重要的是 我全部告訴了小百合 重要的是 那比如說 小百合 經過的密碼是多少 一 二 二 八 太好了 哇哇小百合 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大哥 要用你頭腦才行喔 真是邪惡的家喔 快點快點 怎麼大哥 把密碼記起來吧 這樣真的好嗎 沒了 我每次出事一次都會這樣子嗎 我每次出事一次都會這樣子嗎 嗯 嗯 其實我手應該沒東西吧 對沒有 沒有 沒有 所以 一二二八 所以我們在吊台一次那個嗎 嗯 哦有有有有反應了 瑞士徽章 是 是的 我還沒有跟他講 他就知道這是律師徽章 我還是頭一次遇到這樣的人 我知道了 原來你 我是姓廣啊 怎麼能哥 這是化解誤會的好機會 我的確不是姓廣 還有 我也不是什麼小愛喔 我們正在調查 我們正在調查 這個湖上發生的凶殺案 請你協助我們 原來是這樣 是個律師啊 大叔拜託你了 好吧 我協助你嘛 但是有一個條件 等事情解決 請我們繼續 繼承長壽店 好 我給你約定 沒關係 只要這身命案能夠解決 我什麼都願意做 而且 瞧麥麵店陳布糖這樣的店名 其實店長蠻不錯的 說得好 真不愧是我的姓瓜 不不不 大叔 還有小愛 爸爸劉本家的兒子和女兒 真是太開心了 那又聽你想說什麼吧 好不好小百合 小安 好 不是 啊這東西啊 大叔 你知道什麼情報嗎 幸光 不要叫大叔 叫爸爸 老 老爸 你是不知道什麼 這是那個吧 今天晚上 在那邊的湖 沒錯 我當然知道囉 因為我看到了 欸 今天告訴我們想請 唉 如果你們的小貓病的事 有那麼認真就好了 我不知道那時幾點 但外面很暗 我想應該是晚上了吧 碰的一聲從外面傳來 我往外一看 最後一聽到碰的一聲 不過就 小船就回來了 最後看到一名年輕男子 從窗戶外面經過 那時候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的什麼呢 記得他說的是 我忘記了 明天煞法提前 我會想辦法回想起來的 這樣就太遲了 啊對了 剛剛有冥雄來找你喔 冥雄 小時候今天我幫你弄破 那個鄰居小孩啊 那真的一件很髒的封衣 臉上滿是胡鬚啊 啊 原來在說戲劇刑警啊 他剛來這找我 還叫我明天煞法院 真小 我看我們回去吧 小百合小百合 有沒有忘記什麼呢 不可你忘記DL6號事件 咦? 他剛剛說什麼 成本長哥 小百合 再說一次 不可忘記DL6號事件 這...這到底怎麼回事 大叔 不對 爸爸 這位大叔 究竟是什麼人物 為什麼小百合 會提到DL6號事件啊 看我必須弄清楚 那位大叔到底是什麼人 怎麼了 大叔還要把門鎖起來的耶 走吧 好久不見啊 你們怎麼又 一點悶悶不樂的樣子 這是又怎麼了啊 我只能問你一些事情的 問我一些事 葫蘆葫蘆公園 不是已經住一場小屋嗎 對啊 聽說到你的大叔 明天開禮時會來 來當證人 連這種事情也知道啊 這應該是機密才對啊 行李先生 那個人到底是什麼來頭 其實啊 我也不知道 他是個怪人 無法溝通 當初就是因為判斷 他的說服力可能不夠 所以才叫攝影師 帶著 帶著木香美去當證人 他究竟是什麼人物 他的名字聲是 一切都是名 一切都是名 好可疑啊 好可疑啊 嗯 謝謝刑警 有件事想拜託你 怎麼又是 請你告訴我第26號事件的詳細內容 遇見的父親在事件中不幸身亡 然而這次的密案 身為跟第26號事件有關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事件的詳情 因為檢察官禁止我 叫遇見第26號事件相關的文件 所以我也不可能讓你們看第26號事件 的文件 但是 如果你們能夠說服我 讓我了解第26號事件跟這次密案有關 那我就可以考慮看看 用這個證明啊 這隻鸚鵡 知道那件事件的事喔 那個事件 當然是第26號事件啊 什麼 小百合小百合 我想可能是那位大叔叫他這句話了吧 可是那位大叔為何知道第26號事件啊 難道 那位大叔是第26號事件的關係人 怎麼會 我懂了 看來你需要第26號事件的資料 我那個方向走 就是警察學的資料室 我特別明顯你進去 你可以去調查看看 這麼快是CG刑警 走吧 陳普坦哥 我們快去資料室看看 好 資料室 哇 好多灰塵啊 必須裡面放幾十年的資料啊 總之 我們趕快找第26號事件吧 我跟郁堅都才9歲 他知道小學試驗集的第三學習 忽然轉學的 已經就是因為這起事件 什麼男哥 我找到這位置囉 沒想知道他事件的什麼部分 資管告訴我 我會幫你把檔案拿來的 來 就是這個 為你你一年12月8號 剛好是15年前的 後天 再過兩天 最多時間就要過了 事件發生了地方法運的電梯 地方法運 不就是我們每次出零的地方嗎 是啊 這一天中午12點發生一場 相當大的地震 法運的建築物 有一部分倒塌 全管停電 啊 遇到那麼大的地震啊 當時電梯停了下來 一共有三名人士被困在電梯裡面 才好像被困住 到被丟出來為止 總共花了五個小時的時間 一會電梯內 脊弱缺氧 當時幸存者 失去了意識 幸存者 傷人之中 有一個人被槍擊中的心臟 因此病命 因此上面的是 遇見檢查過的爸爸 有一件說 他爸爸是他眼前被人槍殺的 他當時一定被困在這台電梯裡面 有被害人 有就遇見爸爸的資料嗎 被害人 被害人 啊 找到了 遇 遇見性 35歲律師 如果還活著 今年是50歲 當天小伙伴說後 你回家途中 而兒子已經搭上了電梯 零是 不就是 當然就是他囉 當然爸爸一起搭上了電梯 從指導的路設角度 跟特攻資訊來看 他爸爸並不是自殺 我兇器的所相 是在電梯裡被發現的 那把槍 更快的兩槍 本案被逮捕的嫌犯 是婚跟高太郎 是本院的罰警 他只有被困在電梯裡的第三個人嗎 從這樣的狀況來看 犯人的確只有可能是他 然而 他最後獲犯無罪 聽到辯護的聖昌律師 聖昌 也就是命案的被害人 沒錯 然後 寫範會跟被困在電梯裡時 大腦陰缺氧而碩 失去的記憶 只能後半五之後 消失五鐘 會跟行者 不知道爬哪裡去了 雖然 雖然不知道第六六號事件 對預見造了什麼影響 但是 現在已經大致掌握了事件內容 成本堂哥 這檔案也拿回去嗎 不可能吧 很多耶 說 說的也是 不然 整檔最需要的情報好了 好 目前的收集到的情報 大概就是這樣的吧 剩下了 就等明天了 看那個老爸 會如何出招了 啊 結束了 好 哈嘍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們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我們繼續接下來逆轉 然後再見的第四章章節 應該是最後一次對上 受謀檢察官的 法庭 對戰 相互推理的 的的的劇情的部分啊 好 那麼本月宣布 開神遇見零時已安 病房你準備完畢 好 檢方應該也準備完畢了 到底誰的地位比較高啊 那麼是我們檢察官 請進行開場成數 好了 看來檢方應該也不需要開場成數 不要上座主張 審判長 我剛才保持沉默 特別有用力了 是 原來是這樣啊 我再次向各位預告 今天的審理 將在三分鐘裡面結束 蘇晟 怎麼檢察官 你剛剛的發言究竟是 要什麼事都問我 我要什麼事都問我 我已經做出三分鐘的宣言 說有沒有時間可以浪費 剛 給我快點傳換正能進來 哎 是 那麼 那關節目擠走入庭 我猜應該是租場小屋裡面的那位大叔吧 整人 爆上之夜 哎 咳 咳 我就虎牛虎根源 開牆賣麵店 殘舍安 嗯沒有啦 我要出租小川 就是這樣 整人在暗房大王 人應該在租船小屋的管理室吧 哎 是不是 我在那裡沒錯 什麼 好啊 開整書吧 給我等等 就這個大叔到底是什麼人 先等一下 正人還沒說出他的名字 需要再說一次馬律師 我已經預告 我將在三分鐘裡面結束這次審理 你不要再問這些蠢問題 給我乖乖配合 正人 請告訴我們的名字 那個其實 我不記得了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記得那個 審判長 這名正人從數年前就失去記憶了 因此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恩 失去記憶嗎 不過 他目擊這起事件是在三天成 不會對證書造成麻煩 本願懂了 那麼 請您進行證書 那是在二十四號晚上 剛過午夜十二點不久的時候 我跟平常一樣 呆在僑美麵店啊 呆在築山小屋的管理室 結果聽到不王的一聲 我往窗外一看 發現有一艘船飄在水上 之後又再度傳來不王的一聲 不久了以後 小船滑了回來 然後有一名男子從窗外經過 好 那麼 請進行詢問 這種真數 沒有任何可疑之處 因此 沒有必要詢問 再說 以我預告的三分鐘 已經差了十秒鐘 審判長 請宣判 呃 是 成不難於是 你認為呢 你在說什麼 當然是要詢問啊 好吧 本院知道了 你 你怎麼了啊 受謀檢察官 上分鐘已經過了 是這樣 既然如此 那麼慢慢來吧 辯護人 請你繼續詢問 你說剛過12點的時候 是啊 確定沒錯 我想沒錯吧 昨天我問同一個問題是 你明明打得很含糊 怎麼今天就這麼肯定 我請他仔細回想 你說是吧 正能 你們不要這樣當我哦 欸對 我是後來才想清楚的 就是這 許許吧 你們可以證明這件事嗎 小百合應該可以吧 那 那 那怎麼能當正能 陳不談律師 你怎麼可以把別人講成這個樣子呢 這樣對小百合小姐很失禮啊 不 他說的小百合 是一次鸚鵡 鸚鵡 哦 你怎麼會說這件外的話呢 性光 是性光 我們的確沒辦法證明 正能當時的管理室內 解放承認這點 總之正能 請繼續證述 這個聲音是從哪裡傳來的 這個聲音是從哪裡傳來的 好像是從胡編納傳來的吧 沒錯吧正能 是 拿著繼續 拿著繼續 床上 喔賽 因為我離我有點距離 所以沒人看得很清楚 不過大概是兩個人了吧 也就是說你看清楚囉 嗯 當然只是沒看清楚 當 當時 然後 之後 又再入傳來 不往的一山 你所聽到的槍聲 一共是兩發是嗎 是啊 昨天下面小姐也是這麼說的 你說窗外 是指什麼 就是窗外啊 窗戶的外面 那麼 沒有清楚看到該名男子的長相嗎 這個嗎 雖然物很濃 但畢竟距離很近 但畢竟距離很近 這是很重要的事 請追加你的證書裡面 那個男人就是被告 不聽了他說 沒想到竟然會對人開槍 你 你確定嗎 你確定那名男子就是遇見靈似嗎 我聽到男人說 還沒想到呢 沒想到會對人開槍 這樣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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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 有 這把戰術內套相當關鍵 毫無自已的餘地 陳龍堂哥 法庭的氣氛怎麼怪怪的 大家好像瞪我們耶 再不想辦法 過年神力就要結束了 神盤長 我們在昨天的法庭中 已經證明預見沒有開槍了 辯護人 你之所以會這麼說 是因為槍上的指紋 屬於被告的右手 我的照片上的人 就是使用左手開槍的關係嗎 那當然了 嘖嘖嘖嘖 這種小事要怎麼解釋都可以 說不定他只是在開槍之後 曾經把指紋插掉了 你是 重要的是 剛剛的證書已經講一切都清楚的說明了 嗯 神盤長 遇見到底是否說出這一句話 能不能只聽信 一位證人片面之所以下結論 他有可能是在說謊 你到現在還不懂這道理嗎 如果你主張正能說好 那就給我提出證據 陳武藍哥有證據嗎 不行 這這次真的沒辦法了 沒其他辦法了嗎 說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姐姐 拜託你趕快出來 不然沈默大哥 要輸掉了 雖然沒辦法壓著3分鐘 開行只行15分鐘 這應該是新紀錄了吧 到此為止了 正人請離開 本願認為本案 你無需繼續審議 也不需 不認為需要更多的時間 才決定被告的判決結果 本案真相已經很清楚明了 不容置疑 這 怎麼會這樣 本願宣布被告 遇見臨事的判決 被告 將被扣押在司法當局中 在一個月內 等候高等法院的判決 那麼 本日 就是必定 欸 這 剛剛 剛剛是誰 是 是我啦 死張 你幹什麼 你們聽我說 我啊 司法當王 我正好也在公園 雖然一直到昨天為止 我的記憶都很模糊 好吧 到了今天了 我完全想起來了 你想起什麼 槍聲啊 我也有聽到槍聲啊 是我借 到底是怎麼回事 判決一下 前方要求立刻避停 請等一下 送莫檢查官 這位先生 您真的有聽到槍聲嗎 有啊 老闆我真的聽到了 我剛剛一直在龐提一席 龐提這個人證數 但覺得內容跟我的印象 好像有一些出路 如果遇到這邊 這樣判有罪 這樣 我無法接受吧 我現在願意進行證數 你們聽我說吧 術進 本願也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 讓我想想 怎麼放長 你已經宣布判決了 這表示神禮已經結束了 神父堂哥 這是史中先生 給我們的最後一次機會 不過 他畢竟是死仗 我還不能安心得太早 輪不好 也有可能那狀況會更加惡化 畢竟檢察官 都已經收到有數的判決了 狀況不會比現在更糟了啦 說得也是 好吧 神班長 既然這裡有目擊症了 我們就應該聽聽他的說法 當場立刻 沒這個必要 判決以下 判決以下 不可能推翻判決 恩 本願收收自己的想法 在法庭中 無論處在何種情況 都應該極力避免做出誤判 歸史 我們應該將所有目擊的證人的證數都聽過才行 恩 你 你在說什麼 本願 撤回剛才的有罪判決 撤回剛才的有罪判決 受摩檢察官 本願要求讓這名證人進行證數 而且要儘快 什麼 從現在開始 神力將進行五分鐘的休息 等到休息結束 就讓我們聽聽這位證人想說什麼 那麼 現在開始休息 好 好險啊 抱歉啊 遇見 哪有這麼緊張 哼 這種狀況對我來說沒什麼 我全身都冒汗 還好意思說 不過死亂那傢伙 不知道他到底會說什麼 死亂先生那天正在公園嗎 我記得 他當時是他找 往後面飛走的將軍超人偶 這沒說 將軍超人偶 跟氣皮 這是那天晚上找到的吧 對 喂 遇見 什麼事 什麼事 還什麼事咧 你現在發什麼大 沒 沒什麼 那個 遇見檢察官 我想向你請教一件事 什麼事 為什麼 兄弟上 會有你的指紋 那個 那個 他對方掉進湖裡時 我整個人認住了 一直搞不清楚 眼前究竟發生什麼事 之後 我在地上看到一把槍 我沒想太多 就把它拿起來 說真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原來是這樣 陳部長 這尤其是好機會 好機會 宋門檢察官 從以前到現在 只經過完美無缺的審判 完美無缺的審判 完美馴服拉攏的證人 完美的準備好的證物 他從來不成敗訴的秘密 就在這裡 但是他盡量的完美 第一次被打破了 是我們檢察官 必須讓他從未接觸過這證人 上台運行 為這個證的 還剩個死章 也就是說 證數 可能會有一大堆漏洞 什麼大哥 太好了 這樣 你應該不會在十分鐘內 拜託了 吵死 那麼 請繼續開始生理 證人 請你對我們認出 在安排當天12月24號晚上 看見的所有事情 好啊 交給我 拜託你了 死章 雖然不希望如此 但你真的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希望會如意見所說 希望可以讓我們出 讓我攻擊的破綻 當時 我正滑著 船 滑著船 在湖面上 其實我是在找東西的 當然 我最後有順利找到 既然東西都找到了 我就把船偷偷還回去了 就在我要離開的時候 蹦的一針 忽然傳到我耳裡 只是我當時 轉頭查看時 並沒有在湖面看到任何小船 除了那次生想以外 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 我就離開了 嗯 感覺這戰術有很多的問題 總之蝙蝠人 請你繼續詢問 好 怎麼大哥 怎麼了 畢竟他是死章 我沒辦法預測他會做出什麼事 有點緊張 嗯 不過 雖然如今也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怎麼變忽然 有太多地方可以吐槽 所以不知道從何開始 這樣子啊 總之 我想請教 那大概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把船 滑出去的時間 大約是 晚上11點多 那公園已經過了11點啊 幾乎不會有人的 我就是那個時候 坐小船 到湖上的 為什麼要這個時間 去滑船呢 找東西 算 算是吧 這很難 請問你在找什麼 這很難當時就你在找什麼 和本安無關 反正你在找什麼 水怪無吸吧 其實還真的被他猜中了 這種事情根本不重要 趕快把該做的事情做完 既然東西倒大了 我就偷偷把船回回去囉 那是幾點的事情 嗯 那我想想哦 我 大概找了一個小時 所以應該是十 二連左右吧 沒有具體的時間嗎 你 你拿到什麼表情啊 我又不是十爆臺 怎麼會知道正確的時間 不可以 聲音從哪裡傳來了 這個嗎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耶 雖然我看一下周圍 你有沒有看湖面 我看了 你的意思是 當時湖上沒有任何傳嗎 你確定嗎?這能 嗯 你們的反應那麼大 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因為那是霧影蠻濃的 我面穿到底沒有穿 說真的我不敢篤地 唉這很重要 哼 結果蹦的聲音 你只有聽到一次是嗎 是啊 嗯怎麼能哥怎麼樣 這個嘛 正是個詭異的證書 總之先適合把矛盾之數給指出來吧 對不起 要是我的召喚解決出來就可以幫忙了 好 這句話出事 出事完蛋了 哈哈哈哈 我卡關 是嗎 這句話 好 死障 你等一下 你乾 幹嘛 所以你只剩下一次 蹦聲 我我就是這樣說的啊 可是昨天的證人大折木下面的消息 還有剛剛的大叔就表示 蹦的聲音跟我兩次 咦 你確定你的記憶是正確的嗎 你品種好好挖耳朵嗎 喂 什麼的啊 我從剛才都很摘一件事 今天我是正人 跟你說是你們的客人 你對我說要太鼓 給我最好注意一點啊 正人 幹嘛 你真的只聽到一次蹦聲嗎 嗯 其實呢 我也不是很篤定 什麼 你不篤定 這是什麼意思 嗯 因為啊 我有可能都有聽 你不一定啊 因為 當時我在聽別的 聽別的 就是 廣播 節目啊 用耳機聽 什麼 書記 現場的人 不要發出虛聲 正人 你說你當時在聽廣播節目 幹嘛 你們幹嘛一副 瞧不起人的樣子 難道我不能聽廣播節目啊 唉 受摸檢察官 你的看法呢 簡直就是浪費時間 檢方不認可這種亂七八糟的正人 嗯 嗯 陳布朗律師 要請正人繼續證述嗎 陳布朗律師 陳布朗律師 要請正人繼續證述嗎 陳布朗律師 請讓正人繼續證述 哼 這事實上 因為不顧直分寸的律師 更可悲了 那我們正來 八卦廣播節目的事情 請進行詳細的證述 好 交給我吧 一個人過才是太孤單了 所以啊 我才在那邊聽廣播節目 而且我把音量調的超大 但是 我昨天我有聽到一次槍聲的聲音 而且 在聽到槍聲的瞬間 主持人說什麼 我也還記得哦 哇這 你們都在聽廣播 而且還是用非常大的音量 你們為什麼剛剛都質疑我啊 難道我不能聽廣播節目嗎 這傢伙完全沒有搞什麼問題 重點在哪裡 陳幫掌 你覺得這種正人可以信任嗎 搞不好 他是把爵士谷的聲音 聽成槍聲也說不定 的確是這樣 證明了正人 正數很不可靠 請等一下 正人表示 在聽到槍聲的瞬間 主持人說什麼 我也還記得 主持人 是節目中 閱讀聽眾男性的人 總之呢 在聲音傳統的那一瞬間 節目並沒有播放音樂 那麼正人 就有十足的可能性 可以聽到那個聲音 我要對正人進行詢問 好 好吧 啊 好險 海魯 我只是希望 潘貝爾說話的聲音 應該可以理解 對吧 這種節目的感覺 我不應該問他這個 你當時聽的節目叫做什麼名字 你 這和本萬無關 這人不需要回答 本願認同此相意義 這人當時收聽廣播節目 知道這個就夠了 當時你的音量調多大 你把音量調的超大 對 而且你當時帶耳機 沒錯 這樣可能聽不到外面的聲音吧 但是 我確定有聽到一次槍正的聲音 這有辦法證明嗎 應該不行吧 嗯 我是沒辦法證明啊 不過當時狀況 我現在記得很清楚 我講得講得 就回想起當時狀況了 當時主人說什麼 辯護人 所以我拜託你 不要再問這種不重要的問題了 你知道這個又能怎麼樣 的確如此 如果問題本人具有特別的意義 本人倒是可以考慮 當然有意義了 怎麼樣的意義 這 這 這 不聽剛才怎麼會知道 好吧 整人 請你進行證書 你聽到槍響時 廣播節目主持人 他說了什麼呢 聲音 感覺好像不是什麼重要的線索 這些暫時 還真的沒特別 除了那個地方 我集中攻擊那邊好了 對吧 再講一次 聲音 槍聲的聲音 史上聽到槍聲的聲音 是跟 主持人說 聖誕節馬上就要到了 也就是說 12月24號 的時候 他聽到槍聲 但是 下門小姐 拍到 拍到這張 木集的 槍殺的 照片 是 12點25號 凌晨15點15分 跟史上聽 聽到的聲音 完全不一樣 應該是這張啊 死張 痾 震人 你剛剛這句的證書 沒說錯吧 咦 幹嘛突然那麼兇 你一直要用那個 語氣嚇我 是沒用的 怎麼了 超人不當律師 審判長 這傢伙剛剛是這麼證述的 主持人說 聖誕節馬上就要到的時候 聽到了槍聲 這有什麼問題嗎 聖誕節馬上就要到了 也就是說 在他聽到槍聲的時候 那一瞬間還是聖誕夜 的確無常 但是 槍聲傳出的時候 應該已經過了5月12點才對 這張照片 可以證明這件事 根據這張照片 相機是因為槍聲而按下快門的時間式 12月25號 0點15分 這很明顯發生了矛盾 15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已經有兩位證人表示 在午夜12點多聽到了槍聲 但證明證人卻說 聽到槍聲是午夜12點之前 聖誕當 這很簡單 如果是印象台上男人他搞瘦而已 你們不覺得這男人 一副很不可靠的樣子嗎 你說是嗎 陳布蘭律師 你認為呢 你覺得史上先生 在12點前聽到槍聲是 史上他沒有說錯 他確實在12點以前聽到了槍聲 有趣 既然你這麼說 你手上一定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吧 能夠證明在12點前聽到槍聲證據是什麼 好啦應該是這個 應該了應該了 游擊豔雨我很喜歡 出生制度不會哦 等下我成熟點 再跟我說我們對話 看這種表情 是我還沒顯霧的樣子 那就再拿一次證據給我看吧 欸不對嗎 好這個吧 就這張 請看看這張照片 這是昨天證人 大折木下美小姐 用那台相機拍攝的照片 攝影時間是12點 12月24日晚上11點50分 哦 但是這張照片除了湖水以外 沒有拍到可疑的東西啊 什麼 現在的重點 不是照片拍到什麼 重要的是 為何會有這張照片的存在 這是什麼意思啊 請你嘗嘗看 這張照片是某台相機自動拍下來的 暴力聲 會讓這台相機都是反應 自動按下快門 沒錯 當天晚上11點50分 也發生 發生一支暴力聲 所以這張照片才會存在 也就是說 使得他聽到槍聲的時刻 確實是在聖誕夜 這麼一來 到底會是怎麼回事呢 根據大折目下面消解證書 那是在12點過後聽到槍聲的 難道他在說謊嗎 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相機在12點15分 也曾經提供過一次 那天晚上 槍聲一共傳出兩次 中間有25分鐘的間隔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不要被騙了 什麼班長 相機啟動的理由 是爆裂聲 而不是槍聲 這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人可以證明 是一定50分的爆裂聲 就是槍聲 搞不好這位聖誕打了噴嚏 那相機啟動 我 我才沒有打噴嚏 嗯 好了 辯護了 你已經不能回頭了 請你為本願出示戰據 能證明11點50分的爆裂聲 就是槍聲的戰據 ok 你臉上的笑容 是什麼意思啊 欸 我選對了 欸 我沒選對了 不是 好 對了 真的是擊發散發 好 本案的兇器 有一件事讓我很在意 昨天的證書 提到槍聲交兩聲 但事實上 這把槍 也共擊發了三發子彈 這線上的一發子彈 是什麼時候擊出了呢 現在我重點知道答案 就是12點前死章所聽到的槍響 15G 的確 如果這樣想 一些都說得通了 只是這下一來 狀況會變得很奇怪啊 沒錯 槍聲一共傳出兩次 中間隔了25分鐘 11點50分 與12點15分 到底為什麼 可 可惡 我必須準備這個問題的答案 等 等等 兩隻一槍閃隔了25分鐘 你 你怎麼 怎麼大哥 我 好像知道了 你記得將軍操人的事件嗎 啊 我記得啊 在這畫面 也有類似的想法 這 什麼意思 生肖 嗯 我想必須回答他們問題 不然無法讓史帆長 收回有罪的判決 從現在開始 我只能邊回答邊思考 用這方式解決這次的事件 咦 不會出問題嗎 反正被汗油罪了 千萬不會比現在更糟 如果說錯了什麼 你記得要提醒我 不知道了 神幫長 怎麼啦 神不談律師 千萬剛打證書 這起命案的民團 已經全部解開了 這什麼意思 辯護人 看來你終了解 不甘的犯人 除了預見 因此以外 不可能是別人 並不是這樣 不甘的真兇 另有欺人 年輕人 冷靜點 想想當時的狀況 暗發失控 湖上就有一艘小船 這可有證人的照片 得到確認 合作在床上的是被告預見 以及被害人身艙律師 被喘是 刀出槍 之後身上律師 調進水裡 被害人照槍 距離大於一公尺 所以絕對不是自殺 你想想看 真正ез 大人就是 坐在小船上 另一個籃籃的 的確 感覺沒有其他可能性 這個嗎 那是羅勤屋 前提是被害者 是在12點15分 被開槍射殺的 什麼意思 你看 不是有開槍 瞬間的照片嗎 這張照片12點15分的時候 被拍下來的 但是 在這個時間的20分鐘前 死障又聽到一聲槍響 盛藏律師 就是這個時候被殺死的 不是這麼思考的話 就無法把玩耳指向遇見一外的人了 律師 你到底在說什麼 照你這麼說 穿上人影到底是誰 理解的 好所以答案是2 御劍跟犯人 當然就是御劍跟犯人了 犯人在11點50分 殺了身長律師之後 偽裝的身長律師 跑去見御劍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遇見他一直不跟我們說 在案發當晚 跑去胡邊的理由 但是我才想 但天晚上 遇見應該是被 身長律師教訓那個胡的 遇見他並不知道 身長律師的長相 所以 其實 不是身長律師 他也無從得知 怎麼會這樣 怎麼可能 成不了律師 你現在說的犯人 究竟是誰 你說犯人嗎 他的名字是 這個不用選了 這個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不用選了 不可能是1跟2啊 不可能是1跟2啊 犯人的名字 這我怎麼會知道呢 你不知道 辯護人 不要再開玩笑了 因為 他沒有放上名字啊 犯人是租船小屋的管理員 也就是那位大叔 他在11點50分 殺了身長律師 你是說那位管理員 他 他究竟在何處下手的 當時胡哨 並沒有小船呢 只是開槍殺人 並沒有跑 必要跑到胡上去 這是案發現場 並不在小船上 什麼 那麼到底 是在何處放岸的 哇 那這樣好像 好像再一次搜查呢 當然就是在這裡 他所居住的管理室 如果是這裡 就能和被害人見面 又能避人耳目 你有證就可以證明 那你就是命啊現場嗎 請回想剛剛死葬證書 死葬那天 搭著小船在找東西 之後他找到東西 將小船滑回原地 就是他準備要回去 聽到的槍響 在這個時候 他明明帶著一隻衣 但是他卻聽到了槍響 也就是說 槍聲是從 以死葬不遠的地方傳出的 各位覺得是哪呢 小船的管理室 沒錯吧 陳布朗律師 那天晚上在葫蘆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是否可以請你從頭說明給我聽呢 好的 陳布朗哥 這能辦得到嗎 這這個嘛 只要按照 依照邏輯來思考的話 也許應該有辦法吧 那天晚上 這部船小屋的管理員 叫聲昌律師 叫他管理室去 叫他管理室去 這是在11點50分發生的事 時常聽到槍響 就是當時想起的 而在那個時候 歌領員穿上聲昌律師的外套 夾扮著聲昌律師 然後 和魚堅搭著小船 移動到湖面中央 小船不談律師 那麼在小船上開牆 究竟是 當然開槍是犯人 看我們不會射中預先的方向 隨便開了兩槍 前打一打 既然不打算擊中對方的話 為何還要開兩槍呢 既然問這麼詳細 怎麼啦律師 我把話說在線 如果你無法說明到最後 你就輸了 為什麼犯人當時有必要射出兩發子彈呢 呃 五選二 先選二 我猜一下 那時候為了要自找目擊者 自找目擊者 我猜一下 犯人當時首先新開來的一槍 這麼一來 我已經聽到這個聲音的人 一定會把注意力放在湖面 實際上下面小姐 也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才往湖裡的方向看去 之後呢 犯人可以等一段時間 才開出第二槍 然後 然後 犯人自己跳進湖裡去了 而且 他還將傳流到小山上 嘩 哦哇 從湖瓣開漢過去 別卻會誤以為 是另一個人開的槍 犯人沒有遇到到 有才自動相機在附近 所以他才刻意開了兩槍 消 отк的目擊 開槍了畫面 嗯 剩下的就很簡單了 那廣領有大叔 之後由上岸回到管理室 重新向外套穿回身穿律師的身上 之後 再將屍體丟到火裡去 這就是 這是命案的真相 趕緊 趕快把那位正人帶回來 就是那位正人從小屋的管理員 趕快 那麼 在那位管理員回來之前 我們先詢問被告 遇見臨時一些問題 被告 請上臺訓答 遇見先生 編護人剛才說的 你都聽到了 嗯 很願想問你 南天晚上 你為什麼會到火裡去 正常律師所說的 大致上是正確的 正確到一點不敢相信 沒錯 我在自己幾天 收到一封信函 既見責是一位在身上律師的男人 上面寫了聖誕午夜十二點 到呼呼呼的珠床小屋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 這我無可奉告 死判長 罰警 現在省你中 請你安靜點 那麼管理員不見了 也沒有回到管理室 什麼 這 這這怎麼辦才好 趕快去做 絕不能讓他逃了 這我們檢察官 難民逃逸的管理員呢 已經發出通緝令了 嗯 好吧 不用說 在目前這樣狀態下 是無法下達判決的 並且本院宣布 明早將會是最後一天 簡檢方全力找 找出那名管理員 知道了嗎 還有一件事 那位管理員真正身份 我還不清楚 本院認為他的真實身份 非常重要 同樣請檢方調查清楚 那麼本院宣布 今日就是必定 哇 有點不是最後一個 好 我們今天把他趕破 趕著破完這一張 請問三哥 太好了 早上是比過 有罪判決了 不過 連說我們解答官 都無法招架 石頭先生的胡說八道呢 這都是石頭先生的功勞 死讓這家好 正經歷他站在我們這一邊 不過說真的 為什麼每次抽法庭 我們都是在這種 絕境邊緣掙扎呢 是啊 這樣下去 在整個尾頭的之前 我們會先垮掉的 你說是不是 遇見 那個 遇見檢察官 你 你問我什麼 你的表情 為什麼那麼難受 你到目前狀況來看 明天應該就擴判無罪啦 為什麼不開心一點 我這麼說 可能下山破冷水 但是 我覺得事情可能不會這麼順利 你 你說什麼 什麼的 有點事 我一直很煩惱 煩惱 該不該跟你說 遇見 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已經把事情說錯了 或者解脫 但是 但是我現在 還是無法下定決心 遇見 你指的是什麼 我的 惡夢 我犯罪的記憶 你的罪 殺人的記憶 未完待續 哈哈哈哈 那 遇見檢察官 為什麼說出那種話呢 犯罪的記憶 殺人 的記憶 遇見檢察官 難道他曾經殺過人 不可能會那種事 我現在他的的確因為 過去的懷疑而擇受 受到折磨 但是不能做出 會做到別人心面的事 整部長哥 嗨你們好嗎 我今天震速得還不錯吧 真相有沒有覺得很帥啊 欸你錯我啊 嗯這個 哥可能有吧 是吧是吧有沒有迷上我啊 整部長你覺得勒 欸我我嗎 這這個應該有吧 我的反應會不會太過平淡啊 遇見他今天會沒事 都是各位我耶 你們要多感謝我啊 我這麼辛苦 死招今天你這麼棒的大忙呢 就是說啊如果沒有死中先生 這些檢察官早就被判有罪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好怎麼打 是啊那這張小巫的觀點也挺可疑的 可是遇見卻也還沒有完全洗清啊 嗯死中先生真是就是認識的人啊 雖然我現在講可能不太好 但是根據我旁定的感覺 遇見收藏也蠻可疑的 啊為什麼你能夠像這樣打從心裡相信他呢 這麼難可 我 在心中曾經做出決定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只要是你們兩個人 我絕對相信到底 哪兩個人 應該是遇見檢察官 還有我吧 你在說什麼啊 但是指我啊 是不是什麼不堂 沒錯是你沒受死贓 原來不是我哦 不過這到底為什麼呢 時鐘先生 咦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是為什麼呢 陳不堂 為什麼每次講到這事情 你就不說話了 陳不堂哥 為什麼我要對遇見檢察官會這麼好 那最近是比以前好得多沒錯啦 可是第一次講話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很討厭的傢伙 那是因為曾宵也不知道 小時候夢想 想當律師的遇見領事 你是說 你們小時候當同學那段時間嗎 嗯 那是我們念小學的時候 你兩個人曾經幫了我 遇見領事和 史上政治 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因為有他們在 我今天常臨演遇事的身份 站在這裡 咦 欸欸欸 時鐘 時鐘先生 陳不堂哥要說什麼 你知道嗎 欸 那個 我 不好意思 真的一點都不記得 嗯 喂 陳不堂哥 我今天要口中問說這件事 好吧 算可能出來話場 但還是說給你聽吧 結果那是小學四年級的夏天 我被迫接受班上的公審 公 公審 10張 你不記得嗎 在小學四年級夏天的時候 我們班上有個同學 他的午餐費被偷走了 午餐費 我們以前念的小學 是一間很小的學校 每個月又從家裡拿午餐費 直接撞到信封給老師 是喔 有一天 有外套紅雪子信封不見了 裡面放了3800元 噢噢噢噢噢 你怎麼這麼一說 的確有花生那個 這人是雷 有些人不知道吧 實障 因為那天 你請教沒來 總之幸福是在體育課被偷的 而我那天 恰好有點感冒 遠去上體育課 全部都是我一個人在教室休息 所以 你被懷疑了 班上同學說 要公 要開公審來判我的罪 公審 隔天 公審被召開了 但啊 被告就是我 我 我沒有偷啊 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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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把錢還來 不敢相信我給你全家 搞完城市是你吧 不要再假了 快說啊 以後不跟你玩了 待會會建議不要給他參加 把上次借我 所以我還給我 容易 這樣不行喔 怎麼可以這樣偷人家錢呢 最後 老實說了這麼一句話 趕快跟大家道歉 容易 聽上這句話的瞬間 我腦中一併混亂 覺得很難過 眼淚停不下來 全部的人的視線都在看我 心中說 犯人就是你 然後原本想要照大家說的 之後那位同學面前 剛剛道歉 就到這個時候 沒這種必要 在審判中 只有證據才是最有說服力的 除此之外 都應該保持見末 你這都不懂嗎 你們這些外行人 遇見同學 信封不是你偷了吧 嗯 這樣如此 他說台語的庭兄不要害怕 我們已經討論這麼久 卻沒有拿到說 你是犯人的證據 既然如此 承判長 證明少年應該被判無罪 你在說什麼 林氏 今天被偷的是你的錢 對啊 你聽他幹的 才不用什麼證據 趕快現在道歉 你們別這樣辣啊 你們每次都這樣 一群的聯合起來 欺負一個人 你們要想想 被你欺負的人什麼感受啊 他不是跟你們說很多 不是他偷了嗎 老是知道了 這筆錢就老是來電吧 公審也到時為止了 從那天開始 我們三個人就常常玩在一起 成了好朋友 原來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啊 嗯 好像 有過這種事情 那一天 我深刻也感受到 沒有同伴那種孤孤單 那種痛苦 時鐘先生 原來是個好人啊 哈哈 還好啦 我只翹翹那天 請教我沒有去學校 要不然大家 首先懷疑一定是我 所以我才無法坐視不管 是啊 他周小便講 事件的背後 時鐘時鐘在 在工程結束之後 郁劍跟我說 他爸爸是一位律師 每當他提到爸爸 他眼睛都閃閃發亮 像個小孩 哇 長大以後 也要像我爸爸 成為像爸爸一樣的律師 一位能幹 的正義律師 但是 這個月後 他突然轉學了 第二樓六號事件 沒錯 應該就是因為他爸爸去世的關係 好可憐喔 之後又過了好幾年 我才再度聽到預先的名字 因為他的名字 被大大地 幹在報紙上 得到的標題寫著 文貴檢察官 與黑色疑語 並照證據 控制正義的內容 隱瞞事情真相 說他是為有罪判決 不只手段的男人 為什麼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 讓他跟當時判斷兩人 我也感到非常疑惑 我是我跟預先取了聯絡 也認識他好幾次 但是他從來不回我 他也許不想見到以前的朋友吧 但是我實在無法放棄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決定 一定要再見到他 親自檢查這個謎團 難…難道…難道說 審測柔哥 你是為了 問著一間預見檢察官 常常律師的嗎 我如果當上律師 那就不得不在法律上見我了 預先相信我 所以我也相信預見 他現在…處了非常痛苦的立場 而且沒有同伴 哼 現在能辦他的 最後…知道他本信了我 死…請不躺 所以你現在能幫我辯護 而且還沒收錢的理由也是 是啊 那是因為我相信你 不過我可沒說不收你錢啊 陳物堂 陳物堂哥 我們一定要拯救預見檢察官 嗯 總之 那個住藏小屋的大叔 我們先把它查了清楚吧 說的也是 總之 先把已經用不到的證物整理一下好了 好 我們走吧 你怎麼還是面無表情啊 哼 那個預見檢察官 班上工審的事我聽說了 工審 你說什麼 咦 你不記得嗎 嗯 我不記得了 你在小學生年節的時候 曾經被拖走午餐廢 午餐廢 哦 被你這麼一說 敵人有過這麼一回事 陳物堂哥 好像都沒人記得耶 呃 畢竟這件事對我以外的人 不是那麼重要 預見檢察官 你不知道嗎 陳物堂哥是因為那件事 才下定訣竅當律師的哦 怎麼可能 好 好 一能無奈的回答哦 但是 很像是你會做的事 陳物堂 你跟以前一樣 一點都沒有變 當成到一人 一人驚訝 是啊 不過 你倒是變了很多人 遇見 我說遇見 為什麼我會成為檢察官 你以前不是很像我你爸爸 想要當一個律師嗎 可能 我沒有像你這麼單純吧 什麼意思 我的爸爸被殺了 還有我替犯罪者說話 我才不是那種浪好了 已經爸爸去世了案件 但是有一名嫌疑犯 被逮捕了吧 沒錯 就是我和我父親 一起被困在電梯裡的人 他的名字是 龜根 高太郎 重新的判斷 犯人最後可能是他 但是 這會卻破判無尊 都是那律師搞的鬼 好像所有被害的 生殘律師吧 15年前的那一天 我們三個人被關在電梯裡 5個小時 被丟出來的時候 我們在陷入嚴重的缺氧狀態 為了因此失去難當實現的記憶 失去了記憶 到現在滑翔不起來 電梯裡最近發生了什麼事 在生殘律程中 龜根的律師也是這麼主張的 因為缺氧的關心 他導致龜根當時 垂身之不清的狀態 結果因為證據不足 會跟活盤無罪 從那天以後 對於浴室上的東西 開始感到的憎恨 你可是我們檢察官 是什麼關係 他是我最正經的前輩 我在法庭上的技巧 都是他教我的 所以很像成功堂哥 跟姊姊的關係囉 他的各種方面 都是完美主義者 不管是在法庭上 或是他的人生 他對完美這什麼字 有些異常的執著 完美 他記錯過的事件 全部完美解決 而且沒有一件超過 最終實效 當然 也不曾敗訴 可是 這怎麼可能 我知道 尤其裡面有些無故的人 被判有罪 但是 我們是不可能正確看出一切 是我們檢察官 不過完美也做他 他該做的事而已 總之我必須告訴你 想找出他的落臉 而是幾乎不可能的 為了他的落臉消失 他會不惜使用任何手段 我出意見啊 如果你說的都屬實 那你明天 絕對會變成有罪的 對 對啊 你怎麼一直在稱讚他 這就是 我希望最頭痛的地方 唉 好 新年律師 他都要什麼時候工作啊 算了 別欺詐 ok 好 走吧 謝謝先生 他好像還沒回來 哦 是這樣啊 他說你要家內 改為一個男人 應該是說 祝他小朋友的大叔吧 哦 好久不見了啊 啊 細細心姐 啊 記得好險啊 那幾專了 一定都被我咬爛了 那真是抱歉 沒關係 因為你得協助 五週後人是誰了 這個是要做小屋的大叔嗎 我根本約定 你 我就會在明天開禮前 待不到他 無論如何 我一定不能到 這麼一名警察 這是我應該盡的本分 那麼 我先走了 行行行好賣命哦 啊 好有電視 今天 不要靠近森林 森林 那裡本來是靜止錄影的 公有的管理也發現 做好 那個地方 現在暫時靜止紀錄 下面小仔看來被你趕出去了 反正就是這樣 那我明天見哦 好 咦 那個矮眼的 將軍超人怎麼不見啊 比如說他矮眼 而且他我也沒在營業 可能史上先生最近也沒時間打工 好 那位大叔逃走對不對 是啊 沒想到那位大叔居然是犯人 這可受聲勢 欸 你們好 你們怎麼了 怎麼會在這裡 會不會來散步嗎 嗯 聽證的日子 就像青色鈴木的味道 你怎麼那麼悠閒呢 必須檢查關來什麼 明天最後一天 呃 呃 是這樣沒錯 可是我看今天神禮 應該不用擔心了吧 其實 事情還很難說 什麼意思 目前 案件不是那麼明的 嗯 好吧 如果你們需要我的協助 就帶我事務所來吧 我也選擇搬上一點忙 謝忍律師怎麼會來這種地方 他在幹什麼呢 不知道 我們進行小我 可以 早安早安 啊小百合 你的主人保險哪裡呢 這樣馬上堆留在這 太過分了 趕快調查趕快調查 這下沒人 啊 這怎麼了 啊 嗯沒什麼啦 怎麼了 話實說話一半很大人在意耶 剛剛電視我才想起來 這個一半有工作超人的特別節目 什麼啊 是這種事情啊 就算你會被你這樣說 我才不想講的 一樣 對了 陳柚長哥 小百合知道這個晶空密碼對不對 對 喔對啊 小百合 進攻密碼號碼是多少 我們來打開看看吧 我覺得裡面應該沒放錢吧 可是啊 裡面上了索 應該有放一些重要的東西才對吧 是嗎 好啦別囉嗦的陳柚長哥 趕快把它打開吧 裡面只放了一封信 信 好無聊喔 這封信沒有寄件的 也沒有收件者 上面很多手寫 刺青端正的文字 對遇見寧視的復仇 遇見 這 陳柚長哥 這有什麼提到遇見檢察官 我 我不知道啊 總之來讀看看吧 這是最後機會 兩個男的回應人生 這時候想他們復仇了 下面文章裡寫著 這是殺人事件的計畫 如果殺死身上律師 還有如何栽贈給遇見 約出遇見 大上小船 開兩支槍 這封信上面淚了 已經法庭上 我走投無路掰出來說明 無處於測 這…這怎麼回事 陳柚長哥 我也不知道很清楚 看這個高靈的大叔 是依照這個指示行動 殺人生上律師 但是這封信 就是誰寫的 為什麼寫 被遇見寧視復仇 最後是什麼意思 什麼事我怎麼會知道 但是 這封信 會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好 所以現在應該都沒了 應該沒東西了 應該就這樣 只能最後一天有陳柚長哥 是啊 沒時間在那邊休息 我們趕快走吧 好 好 嗯 月經 關於這封信 這是從柱長小屋裡 經過找到的 是喔 上面寫 對我復仇 那位大叔到底是誰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以前 被你冤枉過的被告 別說這種傻話 我才不及格 見過那位大叔 總之這位大叔 是遇到信封上的指示方案 也就是 這幾事件 是我夢光黑手存在的 兩個男人 是指我和聖昌律師嗎 上面還寫 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 最後的機會 會不會是指 快要顧我追溯死掉這件事 難道說 懶道說 那位大叔就是 這 怎麼了 你是不是想到什麼 懶道說 那位大叔 就是灰根 灰根 是第五樓六號事件的 嫌疑犯 而且最後的夥伴無罪 高太郎以前是一位法警 四五年前 我們現在有搭乘同一台電梯 忽然 有一陣劇烈的搖晃 忽然我們發現 石頭一片漆黑 那段時間非常漫長 變黑那個氧氣 進進變成吸飽 我本來今天失去了冷靜 救命啊 我們在後一息啊 超死啊 別在那邊大呼小叫 這要害我 也是臨 Admiral 化anna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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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cry 這麼大聲有鬼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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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浮誘 我已經躺在病床上看著天花板 在之後的生理 輝根當時的精神狀態成了爭論的重點 他們關心輝根是否因為缺氧 以及情緒極度緊繃導致神志不清 結果變方在正向組上被認同 因此輝根禍判無罪 不過有點奇怪了 這封信它上面寫著要對預見檢察官復仇 為什麼是復仇呢? 而且對象還是預見檢察官 陳悟長 嗯,我這幾天一直要煩惱的一件事 不知道該不該跟你說 然而是今天法題中你跟我說的 看來,至少我在這件事告訴你了 這15年來,我幾乎每天都會做同一個夢 每當我做這個夢 我就會因為害怕而驚喜 是什麼樣的夢呢? 遛了六號的事件 一切都被封在黑暗中的那個事件 很多人是不肯 那... 那.... 這... 這... 看來,賓中 呢? 你... 你... 你做什麼? 不要吸我的空氣 什麼? 你... 你 你說什麼 不要吸我的空氣 傻的你 你 你做什麼 住手啊 不要搶我的空氣 爸爸 爸爸現在真的遭受攻擊 這是我發現 劉爸首先掉了我腳鞭 不知道是當天守望中的證物 或是那位法槍的 發緊的槍 我慌張視錯拿幾張把槍 快放著 快放開我爸爸 那殘叫聲總是讓我驚喜 那殘叫非常欺凌 四五年來 那同步的殘叫聲不斷在我腦中回盪 可是 那只是夢不是嗎 這十五年來 我一直認為那應該只是一場夢 但是 如果那不是夢 而是現實的話呢 我聽說過 人為了保護自己 將自己的記憶伸索起來 也許多說我爸心裡的 不是別人 而是我 這 這怎麼可能 要是這樣想的話 這陌生的內容就不奇怪了 對於一件寧視的復仇 也就是說 灰根有可能是清白的 所以才會想對我復仇 遇見 你等等 你的意思是 開槍射殺我爸 第二六號事件的真凶 就是 我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堂哥 該怎麼辦 事情變成這樣 是不是很不甘心 不過只能看我們 是沒有任何辦法的 如果能找到 熟悉第六號事件的就好了 有啊 成功大哥 你們請那個人來幫忙吧 好 好 新 新雨律師 哦 是你們啊 怎麼一點承諾的樣子 新雨律師 你怎麼一副很優勢的樣子啊 不不不不不不 大力發生什麼事啊 一些檢查官 一些檢查官他 什麼 什麼 原來還常做這樣子的夢啊 可是夢中又是夢吧 這可能還說了 如果真是那樣 你們為什麼那麼慌張 那 那是因為 而且啊 揮根對於意見 您是有的非常明確的惡意 想把殺人 就栽贈對方那個深深的惡意 也許 那並不是夢 而是實際發生的事 跟我們現在想像的一樣 遇見您是當時為了救父親 把槍丟了出去 而是把槍因為這種關係招火了 怎麼會這樣 你太殘酷了吧 揮根被迫 覆莫須有的前科 斷重他的髮型聲揚 因此 才會想要趁最小時 小 還沒過之前 對綠劍臨時復仇 對綠劍臨時復仇 現在想想 他跟謙虛很相似 跟借劍很相似 預見信 對送魔檢察官的做法十分反感 送魔檢察官 送魔是做法強硬的難的 對他來說 圍照證據或證述 都是其從平常的事 當然 他手經手的事件 全部都獲得勝數 而預見信 當時想要透過戰士送魔的方式 來否定他的做法 結果呢 他輸了 然後 就在示意中死去 原來有過這樣的事 預見信被殺之後 警方找了一位泥美師 就是你的媽媽 淋淋屋子 殺了我 我預見信的人 對我開槍的是法警 回跟高太郎 男兒 會有一個人是清白的 媽媽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失蹤了 大家就說他是個騙子 沒錯 當時大家認為 李女屋子是個騙子 但是現在想想 說謊 會不會是預見信的靈魂呢 也許他其實知道開槍殺死自己的是誰 難道 他為了保護預見靈事 為了保護自己的兒子 做錯為證嗎 有這個可能 而且還無法否定 到最後 黑跟水貨判無罪 但已經無法回歸正常生活 再過不久 你自然會知道 怎麼了 這東西 這個字 我好像看過這個字 久到想不起來 這哪沒看過 到底是誰的字呢 你覺得這可能會是誰寫的呢 欸怎麼 怎麼會來問我 3 會不會是獸魔好 獸魔 為什麼會提到他 我也不知道 嗯 獸魔 對 對了 這是獸魔檢察官的字經沒有錯 喔 好 看到你們答案了 好好 以前我踩在法定上 這是他的字經沒錯 咦 那 難道說 給婚生先來下指示 難道就是 沒錯 看來就是獸魔好了 這 這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獸魔檢察官 要這樣陷害遇見 如果寫了這封信的人是獸魔 那麼他也已經知道 遇見林是當時被虛弱的狀態下 殺了他父親 我想明天的法庭 獸魔也一定會提到這件事 為難遇見林是被胖油罪 這 怎麼會這樣 可是可是獸魔檢察官 怎麼會知道遇見檢察官的事呢 也遇見檢察官自己 都穿上這個噩夢了 不 的確 為了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不過 獸魔是 完美主義者 而且非常會記重 因為他把對 遇見性的信念 寫起到兒子身上 這是什麼意思 15年前 獸魔確實戰勝的遇見性律師 但是 獸魔也不是毫髮無傷 遇見的爸爸跟獸魔對決結果如何 到最後是有序的判決 獲勝的人是獸魔 但是 在遇見性的舉發之下 獸魔提出的證物 被發行有一部分 是違法的證據 違法的證據 獸魔因此的檢察官生涯 受到唯一一次的懲處 遇見性在獸魔完美的境遇上 留下了瑕疵 這樣子喔 也許整件事情 讓他非常震撼吧 獸魔檢察官從那天起 請了好幾個月的假 請假 但他的檢察官生涯中 他是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的休假 咦 難道他都不休息了嗎 都不去游山玩水 比如說歐洲之類的 為什麼休假就一定要去歐洲啊 總之 這是獸魔魔在人生中 唯一一次的請假 可見 他這張詞已經非常非常的不敢行 不過 如果真的有戰意完美的經驗 會因為這樣就請長將嗎 神父大哥 該怎麼辦才好 所以我們檢察官 一定要幫助第六號事件 為武器的 預先檢察官 搞不好會承認他有罪 我不會讓這種事發生 當然是成不堂 雖然我又不想這麼說 但即使 並非虛應 殺人 終究是殺人 這我知道 但是 我還是相信預見 他不可能做出殺人這種事 但但是 預先檢察官自己就承認了耶 而且預先檢察官爸爸 你會要保護兒子 我說了謊 即使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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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清白的 陳步堂 既然你這麼說 你快去把警察的資料 再好好調查一次吧 信義律師 雖然可能性基本為理 但也許你會找到些什麼 我知道了 快走快走 啊 啊 究竟今天能不能 能不能錄完呢 人好少喔 大家都可能去找回根 找那麼大叔了吧 啊你們兩個 今天謝祺應該不會回來 因為他們今天要熬夜找人 剛才謝祺先生在為我們拼命呢 那個我們想去資料室看看 那也為了要把身體散熱進去 不過現在 送我們檢察官也在裡面 如果他陪同 帶我們進去也沒關係 送完檢察官 是啊 剛才才來而已 哇 我們趕快走吧 怎麼難哥 唉唷 為什麼怎麼還是那麼多 昨天就這樣子了啊 怎麼可能會變化 怎麼了怎麼難哥 沒有啦 我只好奇怎麼會看到人 是我們檢察官呢 按鍵的墳墓 按鍵的墳墓 這裡怎麼開著啊 好像剛剛才被改開的 上面的標籤寫著 懸暗證物 懸暗 懸暗 怎麼難哥 第六號世界的箱子裡 沒有東西耶 什 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是我們檢察官 為什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我們有見過妹嗎 你在說什麼 我們最近不是很常見妹嗎 我們是遇見你一次的委任律師啊 律師 只是不好意思 律師這種東西 完全不放在眼裡 這麼不是遇見 你的師父 那個遇見檢察官 是你的徒弟吧 他這個天真 且不切實際的家 跟他過程一樣 無法成為一有的人 送我檢察官 你應該很通會遇見姓律師吧 你說我通會律師 為什麼 他讓你完美的經驗 留下來的瑕疵 但是 為什麼 發生過那種事 也好便宜遇見林氏為檢察官呢 他明明是仇人的兒子 這件事更有無關 明天就成你的最後一天 我很久沒遇到 能撐到最後一天的律師 但是 結果是不便 律界林氏 明天將會承認他自己的罪行 你是說 四五年前的罪嗎 調查到這件事 算你厲害 既然都調查到 我想你應該也知道 明天的審理 遇見林氏 將會說些什麼 果然 他打算在明天的審理 七七第五六號事件 好 我們要給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送我們檢察官 先看這個東西 原來 對灰根高太郎 照說殺人指示的 是你 灰根高太郎 很久沒有聽到 有人用這個名字 稱呼那個男人 真是個混蛋 我明明下了指示 看完這封信之後 又把它燒毀了 所以你承認了嗎 你承認這封信 就是你寫灰根先生的 這位律師 謝謝你克力把這東西拿來給我 讓我節省多餘的功夫 什麼 什麼男哥 那是什麼東西 是電擊棒 或是另外的武器 沒錯 等會60萬福特的火花 等會創過你的身體 60萬 我會很擔心 我會死 應該 好了 把你手上的那封信拿給我吧 可 可惡 住手 做什麼 怎麼兩個 趕快逃 這 真香 這是矮子的傢伙 沒想到會這樣 那封信 你不想躲走了吧 第五六花事件中 有被他拿走 我已經沒有任何線索了 對了 這張他不知道要不要緊 這 真香 喂 你真做點啊 真香 我看 你還好嗎 啊 是啊 別說這個了 你還好嗎 我真是 沒用 就這樣平民撲過去 還是被電影下都失去意識 我這種人 只要交不出去 就一點都沒有用 在這麼重要的關鍵事實 就一點都幫不上忙 我看 就這樣不要醒來好了 真香 可 可惡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幫他找回自信 真香 他手上還握著什麼 這是 死蛋嗎 第二六花事件證悟 從預見性你的心上取出 原來如此 他平民撲一下送回檢查關鍵事 不自覺握住這項東西 真香 我一定要替你證明 你絕對不是沒用錯的人 每天最後的審判 我一定要證明這一切的 今天一切的糾葛 將要劃下去一點 我 你 你做什麼啊 對不起 我只摸了一下你肩膀 昨天的電氣棒 好像還殘留一些電力 靠腰喔 總之 今天一切最後一天喔 你要加油陳木探哥 恩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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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 對 對不起 我只是想要天眼打氣 所以才摸你的肩膀 神蕭 我看你到外面去放電一下好了 恩 好 什麼鬼對話 這是什麼對話 什麼 對話 那個女孩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啊 謝謝刑警 早安 預見檢查官 恩 早安 謝謝刑警 結果怎麼樣了 放心吧 如果我們月電好的 我已經要逮捕了 你剛才把他帶過來 認識的 那我熬夜到現在 那這次謝謝你們 你們應該很困吧 不知道 這麼說訊息 更多不想電一下齁 會跟自稱已經忘記自己的名字 那絕對是騙人的 這因為有記憶 所以才會試圖對遇見復仇 我要證明 那個人並沒有失去記憶 這邊的審判會超久的耶 我記得好像蠻久的 可能要到十點半了 審判已準備完畢 知道了 知道了 因為謝謝刑警的努力 我們成功逮捕了 住宅小屋的管理員 在收聽的法庭中 便方斷清他這是個犯人 然而 管理人目前並會產生這一點 今天就讓便方詢問到 他馬上坐位子吧 好的 那麼 請佔能入庭 好 好了 關於這門正人 我想大家都一定要記得 他的祖國團小屋的管理是 當天募集的這些命案 我將現在因為失禮 不如記得自己的名字 正人 昨天為什麼逃走 正人不是好走 他將會針對事情進行證述 知道了 我對 我昨天天上次跑回去真的很抱歉 但我並不是逃走 我只是去買了小百合的飾量 因為我那個 跟這些案件沒有關係啊 還怎麼說呢 我又沒有東西 另外昨天正是個內容 一切屬私 他就是會跟高菜 一定要證明這件事 你們說你只是回家 而不是逃走 你一定聽了十張證書 等到自身難保 嘖嘖嘖 我會很著急 其實剛剛已經說了 他並不是逃跑 總之你先聽聽他的證書吧 那這件事為什麼 整人接下來會解說 你就不能閉上嘴巴聽了說完嘛 飼料 小百合很挑食 他只是法國進口的高級飼料 這家事用性比較大的寵物店 才買得到 但是你今天早上 才被逮捕的 為什麼昨天沒有回到管理室呢 哦 原來我有點迷路了 這人還有點健忘 今天是因為他恰好要回到管理室 警官才能逮捕到他的 是迷路啊 什麼 就是你清醒過來啊 我記得你說 你沒有過去的記憶對吧 嗯嗯 是啊 這樣如此 你應該也不曉得自己一個事情究竟有沒有關係 嗯 還是說 你說你沒有記憶 其實是騙人的 其實你知道自己的身份 正恩很清楚證書他沒有記憶 如果你想要防波的話 你應該攔出證據 可可惡啊 這世上 哪會有證據 證明病人腦袋中在想什麼 哼 看來說不是話來了 那麼正恩 請你提出證書 該怎麼說呢 我要沒有動機 咦 為什麼要篤地裡面沒有動機呢 也許你跟御劍和被害人身上律師 有什麼過節 所以他對這兩副仇也住不定 別讓我一仇再說 真正恩 他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失憶了 所以不可能跟人家有什麼過節 也許證明他所說的失憶是謊言 不然只會在同樣的話題上打轉 可以打炸一下嗎 陳布蘭律師 是 有什麼事嗎 承辦長 從剛才開始 一直重複問同一件事 一直懷疑這名證人 是否有過去的記憶 這件事和本案 真的有關係嗎 那當然了 自己和本案無關 自己沒有動機 這些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胡說八道 辰致 書記 陳布蘭律師 你剛剛這個發言是有問題的 你簡直說 你知道這名證人是誰 那當然 哦 正真是有趣 這男人究竟是誰 我也很想知道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他是誰 陳布蘭律師 請你告訴本案這個證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灰根高太郎 以前曾當任罰情 不要選一啦 灰根 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灰根高太郎 就是第六号事件的 这一团会有这种事 神范长 如果证明的案子是灰根 那么他就有明确的动机 哼哼哼哼哼 你别急啊绿子 你说这么正的是灰根高太郎 有趣 但是你要怎么证明这件事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 这么正的他失意了 现在是关键时刻了 必须要证明他是灰根 否则就无法进一步议论了 怎么忍哥 到底要怎么证明 那个人是灰根先生呢 放心吧 有个方法很简单 神范长 请调查证明正能的指纹 交合树五年纪灰根的资料 进行比对 原来如此好方法 哼哼哼 哼哼哼 哼哼 哼哼哼 真遗憾啊律师 证明正能 没有指纹 诶 没没有指纹 是啊 我当时当管理员之前 曾经在某间化学工厂工作过 在一个异常意外中 被化学药剂桌上的手指 什 什么 会跟那家伙 会因自己过去 科医神化学药剂 如果没有指纹的话 那就没有方法可以证明了 可 可恶 哼哼哼哼哼 那打算怎么办呢 律师 看来 这是真的胜负一定 可 可恶 打算明明很清楚 但是 没有方法能够证明 我不能这样输掉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证明正能就一定是谁 没有人能证明这件事 证明哪个 你赶快想办法啊 我没想到 连指纹都弄过手脚 该怎么办才好 哼哼哼哼哼 你要怎么办呢 律师 看你要不要挣扎一下 等一下那只宠物鹦鹉 进行询问啊 哼哼哼哼哼哼 可 可恶 竟然如此挑衅 等等 对鹦鹉进行询问 这 怎么了 什么难哥 你该不会真的想 哈哈哈哈 最荒谬的时刻来了 辩方 打算接受受摩检察官的挑战 受摩检察官的 挑战 没错 辩方应该对鹦鹉 进行询问 受警 你说呢 受摩检察官 这还要问吗 咱哪是驳回啊 等你的 是你不能要求 询问鹦鹉的 辩方主张 有全力进行这项询问 自己男人都不想要进行询问 那就乱一问吧 打哪 询问的结果 如果发现只要浪费时间 那就要请你做好觉悟了 陈母堂哥 你别胡闹了啦 如何 即使如此 你还是要进行询问吗 请让鹦鹉入庭 我对他进行询问 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事 送你对所有人 所有人都动了手脚 小百合是他的盲点 逆断的机会 一定在他身上 我的直觉将告诉我 希望我不要猜错 好景 请把鹦鹉带来 第一集就出现这么荒谬的 的剧情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名字 问一只鹦鹉名字 有病啊 他 不理我啊 小动物 忽视是一件挺难过的事 那么这两人 你的主人 究竟是谁 请进行证数 这啥小 这啥小 哈哈哈哈 讲安讲安 三句 三句 哈哈哈哈 好简单的证数啊 好了 先开始讯问 这什么啦 你打他怎么办呢 成不成哥 该怎么办他好正笑 莫名其妙 为何他又没有屁用 正 只是打招呼 根本无法议论 请进行证数 正笑 拜托你了 嗯好 那要问他为什么呢 两天前 哦对对对 就这句话 小百合小百合 小百合 有没有忘记什么事呢 讲安讲安 不不是啦小百合 是不是有忘记什么事情呢 有吧 讲安讲安 不行啦成不堂哥 他都不说那句话 怎么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哼哼哼哼 怎么了 拼护人 难道说 是我们那家伙 他难道就知道 预测这种状况 而再次训练的鹦鹉 那鹦鹉不会去回答 不可忘记的事 OMG 我反倒无法理解 为什么一直在鹦鹉说话 总之 必须从小百合口中问出情报 我们要对什么人的证明 他的事就是灰根先生 好我问其他问题 小百合小百合你的名字是什么 小百合小百合 小百合 再问问他律师 先让本院知道这名鹦鹉的名字 叫小百合 这和官员的正面目 会有什么关联吗 当然有关联的 嗯 有意思 你说鹦鹉的名字 能够证明官员的正面目 那么请拿出证据吧 成不堂哥你别乱说话了 听好 我们必须证明 并不是官员究竟是谁 我们必须证明的是 官员会跟这个事实 都能够把小百合跟徽根 这种名字连结起来就可以了 神换掌 诶真的可以哦 诶 诶 可以吗 就是这个了 这是第六六号事情的资料吗 咱们知道的分量相当的庞大 辩护人托车证据究竟是哪一页 辩护人明确指出 他们辩护人 请明确指出 诶诶诶 咱们他们的删中 咱们写了 咱们险发 换掌 那在给基金 写客在 último 騎犯的资料 那还有 以资料上是这样的 äm 未婚妻的名字叫什麼 中下小百合 就是這樣 這門正人他記得自殺的未婚妻 所以才會給他寵物取了這位未婚妻的名字 原來如此 這個推測挺合理的 哼這只不過是個巧合 我孫子養那隻狗 名字也叫做小龍 中南律師 難道你是我孫子的未婚夫嗎 我的孫子還長七歲啊 嗯 這個嘛 的確 只有這項根據的話 是有點薄弱 可能還需要另一個人佐證的事實 中南哥 不過這樣都前進一步了 再一個 這樣真的找到一個線索 那麼戰爛 先繼續進行戰術 哦剛好一個沒問金庫的密碼 讓他說說金庫的密碼好了 哎金金庫 為什麼呢 別問了 總之我們先試試看吧 我記得是1228嗎 是不是會是12月28號呢 有 這是因為有關聯 所以才想要進行戰術的 哼可笑 金庫的號碼 怎麼可能和觀禮員正面五有關聯 拿出證據來看看啊 如果什麼證據可以把金庫的號碼 和觀禮員正面五相連在一起 事件該要地方法院電梯內 2001年12月28日 厲害吧各位 厲害吧 一下就找到了 第六號事件資料 看來真的很喜歡這個第六號事件 很不談律師 這份資料有哪個部分 和金庫密碼有關聯呢 那就是事件該要這一頁 事件該要嗎 更正確地說 是事件發生的日期 事件發生的日期 12月28日 正好是15年前的今天 而金庫的密碼 是1228 這個金庫密碼 和第六號事件發生的日期 是一樣的 對他的主人來說 這個日期 是如此特別有意義的數字 原來如此 是個很奇妙的巧合呢 百合說意義的日期 來作為密碼 是蠻常見的詩 哼 這根本是構不成證據 像其中一款密碼是012了吧 但是我只是一路發了血印 和日期沒有任何觀點 到此為止 看來還是我結論的 不用想也知道 這些都是巧合 也許是這樣沒錯 但也是巧合 通常不會同時發生兩次 你在說什麼 什麼樣子 請把主角小屋的管理員 叫他來這裡 等 等等 怎麼真的也就忘了他名字 算了吧 我已經達到的目的 這樣就夠了 請問大哥 他怎麼跟剛剛潘洞那兩人啊 那才是真正的他 為了不讓世人得知他的真實身份 那這15年來 一直都來演戲 整人 本願 重新再問你一次 你的名字是 我叫回根高太郎 直到15年前 我就在這個法庭 當成法庭 15 起 回根高太郎 扎持身上律師 還試圖將罪行 再上個律劍凝視的 難道就是你嗎 沒錯 一切都是我做的 在15年前的事件中 我被迫坐在被告席上 身上律師他 把問題歸咎於我的精神狀態 他說服我 這一切是為了獲得無罪判決 於是我逼不得理 被迫假裝患有精神病 哇 怎麼跟台灣一模一樣 我明明是清白的 但是他並不相信我 但是他並不相信我 我是獲得了無罪判決 但是也失去了一切 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未婚妻 也失去了社會地位 經過15年前後 在今年的某一天 我收到一封信 和一把手槍 信上面詳細記載著 這次的整個計畫 對破壞我的人生 的人 能夠進行復仇的計畫 這些人是誰 我根本不在乎這個問題 重要的是 在4個15年之後 我終於得到這樣的機會 能夠對身上學復 跟遇見您是復仇的機會 我已經達到目的 沒有遺憾 你簡單一下 你說對遇見解答光復仇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這件事 不應該由我來說 直接問遇見您是本人吧 總之 殺了身上綠色的人 是我沒錯 他承認了 他直接承認了 從我檢察官 回根告太難了 已經將他請去逮捕了 他自白的內容 我想應該是事實 也就是說 遇見您是被告他 至少 就這件案件來說 應該是無罪的 嗯 好吧 那麼被告 請您來應訓談 雖然仍舊許多的民團 能未解開 但是至少在你身上的嫌疑 已經洗淨了 關於聖昌 聖昌律師兄者 本人遠 打算在此刻下打判決 你沒有意義吧 奇怪 為什麼是我們檢察官不說話呢 那麼 現在不願意向大家 對綠界零次的判決 剛剛這個意義 究竟是誰 不 不是送嗎 難道是說 難道是 遇見 遇見 審判長 我會對剛才的判決 提出意義 這 怎麼回事呢 我覺得不是無罪 如果你所聽到 會跟鋼人為了復仇 犯下殺人罪 而他究竟為何會復仇 答案是 怎麼擋哥 遇見 檢察官 他一定 想要說自己這是犯人 他一直想說第五六號世界的 人生兇是他本人 他一直想說 是他殺死他爸媽的 糟糕 該怎麼辦 唉唉唉唉唉唉 一一一一一 判決已經嚇倒了 遇見的發言已經無效 昨天也發生類似的事情 在有罪判決被嚇倒後 某位證人提出意義 但是他說昨天死他那件事 我們應該給證人機會 今天遇見零次 他想說些什麼 的確如此 我們必須給遇見先生發言的機會 歐里雷雷 這十五年來 我一直被某個噩夢困擾 我一直告訴自己 那只是個夢 但那並不是夢 會跟高太郎並不是犯人 你是說 你父親去世那個事件嗎 從涉及距離來看 我父親他並不是至少 犯人 那些事件的犯人 你就是我本人 神盤長 我只自首我的罪行 就在這個DLL事件 追求 追訴失效的最後一天 犯人就是我 犯人就是我 十五屆 現在發生已故意 超乎想像的是 剛剛獲得無罪的被告 正在自拍另一期案件的追蹤 而且該案件的追訴失效 就是今天 這該 這告體代怎麼辦才好 哼 這還用說 就是現在時刻在這裡 對這個男人是故年輕的 所以進行審判 反願宣布休息五分鐘 反願這段時間決定 我們該怎麼處理這件事 反願宣布現在開始休息 不要跟我講 我也玩待續哦 真的很抱歉撐不倒 那也努力白費 兵器檢察官 我之前還是不相信 你怎麼可能會 幫你爸爸 我也不想相信這種事啊 只是不想相信 他還是個事實 我必須接受制裁 管理我為何 殺人 就是殺人 怎麼會這樣子 正木暖哥你在幹嘛 嗯 哦 我在推論法庭紀錄的內容啊 我等一下還不去證明 證明什麼 這還用說 當然是遇見您是的清白啊 你在說什麼啊 遇見檢察官自己都承認了 就是 當自己的對型啊 很抱歉遇見 我根本不相信你說什麼噩夢 什麼 噩夢 終究只是個噩夢 並不是現實 現實中發生什麼事 我想這些法庭紀錄 一定會告訴我們 總之呢 接下來的真正的最後決戰 我想 我一定可以證明 你是清白的 這 很不疼 來了來了來了 那麼 繼續成理 聽好了 承判長 遇見您是承認自己的罪 首先 您該聽聽他的證書 之後 雖然沒有意義 但還是請律師進行詢問 第六六號事件 追訴時效 直到今天 雖然這種做法不可常規 但我希望這樣進行審理 原來無恥 辯護人 你是否有意義 我沒有意義 就這麼辦吧 本願懂了 那麼 遇見您是 請你上台訓塔 承恩 姓名與職業為和 在15年前 承恩在一個意外狀況下 覆殺自己的父親 遇見姓 沒有錯吧 沒有錯 那麼 請準備當時的狀況 緊急證書 我當天 為了看父親出庭 所以去了法院 回家的路上 因為地震 我們被困在電梯裡面 我父親和慧根今天失去冷靜 開始爭吵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鐘 敲到我的腳 我進行那個東西 往回根 以前只想提止他們的爭吵 下一瞬間 我聽到一聲槍響 接著從來殘叫聲 他害人的殘叫聲 最近我仍然無法忘記 這就是事情你經過 嗯 承恩 你一直以來認為這段記憶 是個夢 我們當時被困在電梯裡五個小時 電梯裡 處於缺氧的狀態 因此 我失去了當時的記憶 哼 您做這樣的回根 有一樣的症狀 本願懂了 那麼 陳普談律師 請你進行詢問 好的 當年爸爸 因爲什麼事件出庭 我不記得了 我只記得兩件事 我父親被打敗 和當前對手 受謀檢察官 原來是你經驗的案件 周末檢察官 原來是你經驗手的案件 十五年前的事了 我又不記得詳細的情況 被困在裡面的人 包吹你在內一共三個人嗎 沒錯 我和我父親還會跟法子 一下時我們還挺冷靜的 但是等了好幾個小時 甚至等不到救援 那時候有個狀況嗎 我當時是9歲的小孩 什麼都幫不到 我只要害怕你在角度顫抖 但是 那是什麼東西呢 是手槍 我想應該會跟法子的東西吧 槍從槍掉下來的時候 安全裝置可能被解開了 這人能撿起他 之後怎麼樣了 你當時知道那是一把槍嗎 我想我大概曉得 那是多麼危險的東西 當然是因為除以缺氧 回陷入恐慌 總之 人家手槍丟一下灰根了嘛 我當時也很慌張 槍聲就有一聲嗎 沒錯 這把那東西就是去化我 我好像就失去意識了 至少那天以來 我腦中一直回想著 那個可怕的槍聲 以及害人的喘叫聲 至今 至今 至今仍然傳遞我在我耳中 我想一輩子都不會消失吧 果然 有部分的證據 產生了矛盾 這矛盾究竟代表什麼 我不知道 但我只能追究下去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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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真的是 你聽到槍聲 就一聲對吧 沒錯 那時在電梯內 響起了槍聲 一直喊叫聲 我在聽到這些可怕的聲音之後 意識進行模糊 一直要被救出來之前 處於失去意識的狀態 原來如此 這就奇怪了 請再看這份資料 被告的證書 限量與資料有矛盾 你又拿出這份資料了 我是不會承認 除非你的明確指的是哪一頁 呃 被害人 請看資料上面被害人的資料 這裡寫得很清楚 凶器槍支 幾發兩發子彈 預見您是 只聽到一聲槍響 但事實上 凶器 槍支當時開了兩槍 第一槍 由於預見揪出手槍 導致槍子走火造成 那麽 另外一槍 又是誰開了槍呢 你的意思是 有人開了第二槍嗎 審判長 我想你應該也記得 本案件事問題發生 證據相當老舊 手槍確實激發兩次 那這次第二發究竟是何時開的 嘖嘖嘖嘖 也許是在事件前一天擊發的 沒有人能夠證明 第二顆子彈 而按鍵的觀點性 什 什麽 原來如此 也確實這樣 沈牧山律師 你認為呢 兇器相持 確實射出了兩發子彈 但其中一發 當時仍然是少年 被考擊出的 那麽 你有證據能證明 另一顆子彈 也是在案發 當時擊出的嗎 有嗎 照片 到什麽 我會選照片嗎 審判長 也許我可以出示證據 你 你在說什麽 怎麽可能有這種事 照摩檢察官 我們先看一看 他說的證據是什麽吧 那麽 陳牧堂律師 請你告訴我們 手槍槍 把當時 擊發兩次的證據為何 這一個 為什麽我選這張呢 大家知道嗎 因為 預見性的心臟 中了一槍 那 他心臟中了一槍呢 為什麽 電梯上有一個槍孔呢 代表 當天那一發子彈 對 一個打中 其中一個打中玻璃嗎 厲害吧 請看看這張照片 這是十五年前的現場照片嗎 兇器手槍在案發當時 被擊發兩次 而且照片足以證明這個事實 到底是怎麽回事 從照片中哪能看出來 這 這位審判長真的看不出來嗎 這審判長太爛了吧 不用說 就是這裏 電梯的門 有個彈孔 聽好了 預見性死於槍起 而電梯的門上 也藏有彈孔 然後 兇器擊出了兩顆子彈 也就是說 這表示 第二槍是預見以外的人發的 手機 張布蘭律師 這是什麽意思呢 很簡單的道理 暗發當時有兩發子彈被射出 一發光傳遇見性的心臟 另一發的其中電梯的門 但是被告丟出槍枝 因槍枝著著火 擊發一顆子彈之後 失去的意思 所以說 第二顆子彈 這有可能是別人的 別人人物 激發的 原來如此 那麽 你說這個別人物是 當然就是真兇了 我沒阻止你說話 你就得寸進尺 聽好了 你再仔細看第六六號事件的資料 事件該有的耐驗 上面是這麽寫的 從現場附近 沒有發現任何線索 如果說這把槍被開了兩槍 那麽現場附近 應該會發行硬一顆子彈才對 的確是這樣 然而硬一顆子彈 從未被發現 究竟是爲什麽 因為第二顆子彈 根本就不存在 遇見您是發的第一顆子彈 奪走他父親的姓母 這就是真相 門上的盪口 一定是因爲其他原因造成的 陳布塔律 是確實證明的 兄弟答案把當時 攻擊出兩槍 但是 這麽警察官說的也沒錯 第二顆子彈 並沒有被發現 經過警方的搜查 不可能遺漏掉任何子彈 本院認為辯護人的證明是無效的 因為現場只發現一發子彈 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感謝審判長明察 怎麽會這樣 第二顆子彈真的不存在嗎 難道這一切 都是我誤會嗎 怎麼了 陳布塔哥 你 你不提出異議嗎 對不起 真笑 咦 看來是 我想的不夠周全 陳 陳布塔哥 如果沒有第二顆子彈的話 我的推論就不成立了 怎麽會這樣 陳布塔哥 你剛剛不是說 你絕對會拯救遇見檢察官嗎 對不起 在看到現場照片時 唯一以為 當時一定有兩次槍擊 所以才誤以為絕對有勝率 認定有另一個人開了第二槍 殺死被害人 但是 事情沒有想的那麼簡單 畢竟是15年來 都無法解決的懸案 陳布塔哥 看來這些案件 已經被釐清清楚了 現場只發現一個子彈 而這一個子彈 是預見零事意外射出的 沒錯 最後 本願想像預見零事確認 剛剛的神力 你都聽見了嗎 我都聽到了 有何意義嗎 沒有 你在沒有翻譯的狀況下 殺死你的父親嗎 我認為是的 我認為是的 旅見先生 認罪了 本願懂了 旅見新的凶殺案 追訴時效 即將在今天到期 因此 必須被被告在今天內 下達判決 誰說在今天內 麻煩現在就下達判決 說的也是 有人有意義嗎 以前發生過這種事 記得是我第一次上法庭詞 我明明有很多話想說 但當中一片空白 不知道該說什麼 這很不想的意思 有意義嗎 有 哈哈 那個 變方提出意義 哪裏還有提出意義的餘地嗎 沈木堂哥 不行 還是找不到防撥點 可可惡 第二發子彈 應該是存在的 這什麼 你剛剛有說話嗎 沒有 沒有啊 第二發子彈真的存在 怎麼可能 最近會在哪裡 有人拿走了 看來這等下去也沒有用 先等一下 那個 第 第二顆子彈 確實是存在的 你 你說什麼 剛剛不是才證明這種東西不存在的嗎 這 這個我知道 那 那個一定是 有人把他走現場拿走了 怎麼可能 究竟是誰 當然 這是犯人 犯人 你知道是誰 這個 我現在還在想 犯人拿走的子彈 這到底是為什麼 欸 而且這個犯人 是怎麼發現這顆子彈的呢 把激發出去的子彈找出來 並不是也很簡單的工作吧 犯人有必要 非得要找出這個子彈嗎 當然就是有必要 所以才把他帶走 哼 那究竟會是什麼樣的理由呢 這 這個嗎 犯人從現場把子彈帶走的理由是 是 欸欸欸欸 哇這個我就有點難選了 五選一 子彈能成為證據 欸不對喔 為什麼他不把留在預見性體內的子彈帶走呢 欸 子彈從其中一顆子彈 這不是很奇怪嗎 說 說的也是 真的是餓 還是有這樣的必要啊 我覺得是餓了 所以才推一條子彈 那我是這樣的花 欸真的不是喔 啊 都不是 好吧 這也沒必要 這我怎麼想得到 懂得嗎 辯護人 哼 犯人才沒有必要帶走子彈 你只是不想承認這個事實吧 犯人 逼不得已從現場帶走 什麼意思 把失誤逆轉過來 不要去想犯人帶走他的理由 去想 犯人不得不讓他帶走的理由 成務檔律師 是 哇 這提示對成務檔太好了吧 的確 犯人原先不 並不打算帶走子彈 但是 我想犯人 是必不得已想將子彈帶走 並不得已 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這個子彈射中犯人之類的 子彈射中犯人 我只是舉個可能性 如果子彈射到自己身上 就不得不把他帶回去了 又不能在現場動 動手術拿出來 你覺得呢 等等 我原本只是隨便說說 但好像真的有可能 所以 你是這個意思嗎 犯人在犯案之際 自己也中了槍 於是在第二顆子彈殘留 在體內的狀態下 離開現場 因此現場 才會只剩下一顆子彈 嗯 對 就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 從電鐵體救出另外兩人 遇見 臨時跟迴運高台 兩人都沒有受傷 所以 這到底是 犯人 是從外面來的吧 好 好 好 當時電梯裡面 有兩個人 藍人在爭吵 少年為了阻止爭吵 拿起腳邊的槍丟了出去 被丟出去的槍發生走火 射出一個子彈 這個子彈衝過電梯的門 集中站到外面的犯人 少年就在這個時候失去意識 在這之後 不能打他電梯的門 然後這樣被害人 然後這樣被害人 嗯 陳布朗律師 你這是 奇妙的律師 明明知道你在垂死正常 但還是無法忽視你的發言 你在說什麼 不用理他神班長 事件關係忍當中 沒有任何人受傷 A者放人根本不存在 確實不存在 欸 陳布朗哥 我想到一件很可怕的事 你記得昨天心理律師說的話嗎 一件是完美 在說我們完美的經理上 留下的瑕疵 難道是我們檢察官那時候請假 是因為他受傷嗎 如果是這樣 凶手會是 第六號事件的真凶事 開箱殺死遇見性的事 送我們回檢察官 這 怎麼會這樣 怎麼一臉痴呆啊 陳布朗律師 沒有 沒事 怎麼樣 你剛剛指出犯的人 有可能是外部人士可能 你有辦法具體指出 這回嫌犯的名字嗎 怎麼辦 不該現在說嗎 啊 說 審判長 嫌犯真有欺人 也是唯一的嫌犯 真是耐人尋味 請告訴我們吧 這位嫌犯究竟是誰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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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檢察官 受 受摩檢察官 我剛剛發生了隔天 你起了好幾個月的假 你是個凡事追求完美的人 不肯拼馬烏烏就休這麼長假 你的意思是 我在當時受傷 有一次請假治療嗎 有趣 那就證明給我看 我究竟是什麼時候 在哪裡接受治療的 把替我做手勢的醫生 帶到這裡來 你來 陳文坦哥 趕快去調查幫他看病的 所有醫師吧 沒有用 預 預見 我很了解受摩檢察官這個男人 他做事絕對不留證據 是個完美的男人 他恐怕 甚至不成接受手術 因為這份讓他有效 醫生的弱點 可 可惡 都已經走到這裡了 那 陳文坦哥 哥 是我們檢查官 難道是自己把紙彈挖出來的嗎 這會不會太可怕了 不 外號你怎麼可以做出那種事 等一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子彈 現在會在哪裡 哼哼哼哼 好律師 如何 你是我能夠證明我當時受他槍傷 怎麼辦 應該沒辦法吧 這張宋某當時接受手術 要我現在找出那個醫生 也是不可能的 看來終於知道了 這種事情是不可能證明的 沈默堂哥 看法庭紀錄 一定有線索 宋某檢察官 就讓我證明給你看 我們最喜歡的證物 是什麼 能夠證明 宋某檢察官被擊中的證物就是 金屬探測器 登登登登 應該是用這個啦 好啦 金屬探測器 宋某檢察官非常完美 不曾動過手術 如果真是如此 子彈 現在在何處 宋某檢察官沒有人為自己動手術的技術 難道說 沒錯 這個子彈 有可能還殘留在他體內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 有沒有可能 我們很快就能知道 只要使用這個 金屬探測器 宋某檢察官 現在我要使用這個東西 調查你的身體 哎呀緊張了齁 我 我拒絕 你 你要拒絕 為什麼呢 你如果拒絕這項體 就代表你殘刃子彈 現在殘留在你體內 我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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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棒掌 便方主張必須進行這項調查 石棒掌 石棒掌 便方起初休庭提案 石棒掌 這已經侵犯人權了 整體侵犯人權了 混亂追訴時下死到今天 必須在今天下打判決 這是你剛剛自己說的 必須在今天下打判決 這是你剛剛自己說的 到此為止 本院許可使用金屬探測器 送門檢察官 你必須接受調查 怎麼大哥 真的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 等於是試試看再說吧 對右肩肩膀產生反應 果然 有指章在裡面 送門檢察官 原來 原來是你 我就是害怕這種事情發生 雖然刻意沒有把事情講出來 必須 秀科子彈採用在我肩膀裡 但是這與本案毫無關係 什麼 我肩膀上的子彈 只在第6號事件前就有了 我主張這顆子彈 與本案無關 但是 受謀檢察官 你有辦法證明你的主張嗎 證明 我沒有義務證明這件事 必須證明這件事 必須證明這件事 律師 是你 而不是我 陳布糖律師 怎麼樣 你能證明嗎 你能證明受謀檢察官肩膀的子彈 是第6號事件造成的嗎 辦不到 畢竟你所上沒有任何第6號事件有關的資料 還不是因為你昨天從資料室幫我去拿出 嘖嘖嘖 遺憾的是你吧 是我們檢察官 什...什麼 整個很可惜 只差一天 就讓你得逞 你要有證據 我當然有 什...什麼 我得要陷害遇見 結果竟然自覺的墳墓 真是可笑 這...就是最後的證據了 那...那是... 子彈嗎 你這傢伙 你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這是第6號事件中的子彈 也是遇見性的心臟取出來的東西 保存良好 工具很非常清楚 工具魂 在兩天前 我們身體熟悦也曾提到工具魂 現在 我們兩顆子彈 一顆 是從遇見性的心臟取出來這顆子彈 另一顆 是滿在塑膜檢察官肩膀裡的子彈 如果調查兩顆子彈的工具魂 發現 痕跡一致的話 表示兩顆子彈 是從同一把槍射出來 這就能證明 這把槍 就是殺死遇見性的兇器 是從隱形的兇器 是從隱形的兇器 請將你兇把你的子彈取出來 然後 跟這顆子彈的工具魂 比較看看 這樣子 本案就解決了 我們意下如何 是從隱形的兇器 是從隱形的兇器 這個閃叫聲 我好像在那裡聽過 對了 就是那時候 是那時候的殘叫聲 是那時候的殘叫聲 是五年前 我在TNT裡聽到的 是我們檢察官 原來是你的殘叫聲 是我們檢察官 他講 預見 預見 這些男友 都會二 做對 你們夫子倆 不肯定有做對 你爸爸在我人生經濟 吐下成熟的污民 或者是在我聖向客家 一輩子都無法失去的傷痕 一定要親手 怎麼上死心台 警察署長 非常抱歉 什麼 真不像你的作法 竟然會犯下這種失敗 竟然會被那個御劍律師抓到你的破產 我太大意了 很遺憾 必須請你接受懲存 這次我也很難袒護你 一件事 那是我從來不曾曾過的屈辱 我竟然會說到懲處 我花了好幾個小時的時間 才冷靜下來 當我回過山來 有人處在黑暗當中 那是法院的資料室 看來我是不知不覺走到資料室 房間裡面有一片漆黑 所以 似乎是停電 我走到走廊 暗中摸索 來到電梯前 按下電梯的按鈕 但是沒有反應 下一個瞬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的肩膀感到足了 就在這個時候 電力回復了 眼前的門也開啟了 在我眼前 躺著三個人 他們都因為缺氧而昏迷 其妙的事 有一把槍 掉到我腳邊 這一定是命運 我當時這麼認為 遇見性 直到死前 都是昏迷狀態 他並不知道自己被誰殺的 日後聽說他透過靈媒 聚發灰梗 也就是說 連死去被害的 都被我蒙騙 萬一他笑得出來 哼哼哼哼 沒想到四個十五年 有人再度打開這張門 審判長 你還在做什麼 記得小小遊戲畫下句點 不就是你的工作嗎 現在這是時候 畫下句點吧 好的 看來我們終於走到迷宮的主考 看來我們終於走到迷宮的主考 在經過十五年的歲月 遇見林寺 是 你是清白的 一切 只不過是耳末 本願再次下達對遇見林寺的判決 那麽本日就是必定 怎麼堂哥 你終於辦到了 你看是我們檢察官的表情嗎 要是要顧出平靜 記者心中一定恆定一團亂 真是活該 不過 真是太驚險了 我一直以為絕對沒救了 對啊 我都快哭出來了 不過 實在如今 都變得很好的回憶了 終於結束了遇見 陳武藏 嗯? 這個 要怎麼說才好 這種時候 只要說一句謝謝就可以了喔 是嗎 謝謝你 陳武藏 不 不客氣 嗯 總之好不知在喔 對不起 我會在上場做這種事 唉 畢竟檢察官真是的 唉 這不愧是我可睡的人了 續續歸切絕對我一輩子 不會忘了這份案情 今晚我們去吃大餐吧 為警客 雖然我們的薪水比上個就少了一點 那都不用在意 你看你看 遇見檢察官 趕快學學戲劇刑警吧 現在這樣子 就能清楚 表達感激的心情喔 原來如此 你不用學到 你不用學到 不行 我果然不行 沒關係啦 慢慢習慣就好啦 我好像有十五年 沒看過這麼坦率的遇見 啊 你們在這裡啊 啊 夏美小姐 哇 我覺得你們超帥的啦 謝謝你 喔 小哥 恭喜我怕五罪啦 多 多謝 我一開始就知道了 你一定是清白的 我 我記得你第一天 是解放的證 唉呀 別再這種是媽小事的 對了 夏美小姐 你現在在做什麼呢 啊 你說我啊 我已經回到大學囉 我已經放棄 獨家頭條攝影師的夢想的 是啊 咦 在那裡的 是不是有公平賣碗頭的人啊 咦 讓我死 為什麼是這個表情啊 真不疼 我要死啊 你在說什麼 我沒錯 他想要在巴黎跟我生火 他拋棄著我啦 唉 喔 玉劍 你在這裡啊 我當然在啊 恭喜你啦玉劍 這是我送你的禮物 禮物 真難得 喔 你等一下也可以來 回去我們吃飯 啊 啊 好 我很期待 喂 陳木糖 他不是那天證詢我的刑警嗎 那時候的大餐 都會煮白飯吧 我 我想應該不會吧 陳木糖 死章給我這封信火裡面 換了一筆錢 那當然囉 今天是賀禮啊 裡面 放了 三千八百元 還真是不乾脆的數字啊 三千八百元 這 陳陳木糖哥 你們小學的時候 預練檢查官被偷走的午餐費 不就是 三千八百元 難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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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章你的家伙 陳木糖 你要生什麼氣 咦 那天 死章的確因為搞冒請了病假 但是 不會因為這樣 就表示他是清白的 咦 是五年前的那天 死章雖然請假 但或許因為無聊 所以還是來著學校 然後 他可能是一直鬼迷心跳 啊 是啊 我可能是一直鬼迷心跳吧 哈哈 雨劍 難道說 這一切 你都知道 我一直覺得他很可疑 我認識死章 根本不肯幫忙說謊 他一定會跟其他同學一起指責你 嗯 陳木糖 你也許不知道 大家都背後說 事件的背後 死章死終在 這好讓你知道啊 我先生體會太多次了 唉 陳木糖 沒想到你沒發現呢 這是太令人意外啦 遇見 嗯 幹嘛把事情正向告訴我啊 唉呀 別的三千馬陳木糖哥 都已經十五年前的事了 讓你過得追溯的實現了吧 原警察官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正是 不過是為感謝你們才當律師的 你們這樣叫我該怎麼辦啊 我只能說你是個 超級無理讓好人吧 也可以說是超級無理大笨蛋 死刑 快給判斥下我死刑 早知道會這樣 我不能去當檢察官 我會有同感 也許我開槍殺了自己父親 也許我是個罪人 我之所以會成為檢察官 又一部分是為了懲罰自己 早知道是這樣 我應該去當律師的 遇見 要跟我交換嗎 趁不躺 喂 你們 幫你拍張照片吧 欸 他要幫我拍照片欸 我們趕快走吧 看我照片 我就去吃大餐 那天晚上 我們就跟他西區刑警 賭命請了一大頓 一頓大餐 一起為獲得解脫的遇見 好好慶祝一番 當然 遇見本人現在 還在具有所做事了 嗯 昨天喝太多了 我的頭到現在還在痛 現在才早上五點 再吹一下好了 欸 這是 信 早安 陳牧坦哥 昨天的陳牧坦哥 真的很帥 當陳牧坦哥 我有一種感受 我不能繼續這樣下去 我是個靈眉師 雖然很無法獨當一面 在法屏中 我好想幫遇見檢查官 我好想幫陳牧坦哥 可是 我並沒有辦到 讓我覺得很不甘心 所以啊 我決定再出去修行 首先 我想要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靈眉師 我幫我看到你 會開不了口 所以決定把他寫下來 陳牧坦哥 再見了 再 再見 現在是起點 早就已經過鎖棒車的時間 早 早就趕快去車上去 果然不在 欸 欸 陳 陳 陳 你真的要走嗎 嗯 因為我很不甘心 身為你沒事 既然沒辦法降你 而且 陳牧坦哥 就算果不在 你也不會有事的 那就 祝你平安了 等一下 這什麼事 這是能把玉琴救出來 這是因為有真相你們在的關係 咦 午休最後關頭 聽到千心姐的聲音 聽到姐姐的聲音 是啊 算了只聽到聲音 這最後一刻 真的無路可走的時候 這樣啊 姐姐真是厲害 其實心情跟心雲律師 還有時鐘先生 都很厲害 只有我 一點都沒幫上忙 最後給送我們致命 預計的是真相啊 沒有啊 我也沒有做任何事 我只能在那邊不知所措而已 不好意思 我手上 可是有證據的 證 證 證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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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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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氣嘛 不要生氣嘛 我 我知道啊 我知道是子彈好不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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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生氣各位 不要生氣 對不起對不起 子彈 宋某原本 打算將第六號事件的資料 全部藏起來 但是真相 最後的證物 可是真相所知的喔 就是靠這個子彈 才能打擾宋某的 而這個子彈 是真相你給我的 這麼讓哥 謝謝你 真相 我會再回來的 咦 等我能夠獨當一面 我一定會再回來的 嗯 嗯 我等你回來 畢竟 如果我不在 成不堂哥還是不行嗎 哪有這回事 那 我要走了 嗯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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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不堂哥 我的故事 就這樣結束了 我已經回別人是新手的自己 現在 已經放開新的一夜 過著全新的生活 我 和我身邊的一些老命口 太天真的吧 你的怪行律師 成不堂律師 你重新思考一下 啊 計畫劇本監製巧舟 好 你點心你啊 預見竟然 半年了 這有事 已經不能發生過 超開心的 他大叫了一聲 叫完後 歪了一頭就回去了 不知道預見檢察官 到底是怎麼人呢 欸 成不堂 不知道欸 我很久沒見到他了 啊你說我啊 最近在豆腐店打工啊 美心那傢伙是很棒的女人 只是有點愛花錢就是的 不過他最近都要下位 所以我都見不到他就是的 成不堂啊 我當然記得嘍 聽說他對你表現還不錯 雖然我不想這麼說 雖然他是可以被我交出來 我想他一定很感謝我 小木頭奴依 是誰呢 噢 這是我給他寫宣示出的那個律師啊 啊 我今天叫調論板東飯店的重館 如果有機會的話 歡迎光臨本飯店 啊 你是誰啊 成不堂容易 啊 就是仙群的徒弟 不知道他最近如何 很久沒見到他了 清純的日子 就很青色檸檬的味道 好 想問他呢 咦 我怎麼不記得這個明星啊 大蟲才不成這個奇怪的名字的演員 他說阿得以前主願她 阿通 你的服務公主超人很有能力 我終於感覺沉不堂 Holy saying 比以前更小型 在筷車解散之前絕對不熱眼 毕竟我不想破壞小朋友人貌獎 啊 前日子振銷寄信給我 他說他的步步打動太久 結果感冒了 火上公主超人收集卡當禮物 就可以趕快看覆 他說他在家附近很難買到 不知道他家都住到什麼樣的地方呢 請問堂 那是誰啊 哎 別管那些人 這樣最紅的是公主超人啊 不過啊 前日子我潛入大攝影棚之後 我看公主超人裡面的人了 我真的好難過 變成公主超人 裡面是這麼大套的大叔 我也想挑戰大神的台詞啊 可是我看不到 啊 當然記得啊 就是那個律師嘛 啊 你說我啊 我現在在修行中 想成為獨家拖頭的攝影師 你知道嗎 我那天拍的照片啊 拍到幽靈哦 我看了照片之後 螢幕到我有天賦之彩 所以就決定走這條路啦 哦 山上真屍哦 我只能把遮殘尋結束 為什麼千尋結束啊 摳 破口 摳 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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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是做個結尾啊 喜歡頻道記得按一下我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LB還有T恤 那謝謝大家會喜歡 逆轉才怕123金拳擊的 第四張啦 好這一張我會把它剪輯 全部剪在一起了 不然分開上傳太累了 可能會有五個多小時吧 那有興趣的觀眾就可以自己再慢慢回去看 這整段劇情啦 好